公主带着巨额嫁妆和军队上门联姻 不仅没得到婆家的彩礼和友好欢迎 等待女孩的是接踵而来的婆婆威风 王太后为了打压孙媳的骄傲和自信 见面首句话就要她放弃自己的语言 使用他们不熟悉的拉丁语进行沟通 但凯瑟琳自小接受良好的贵族教育 直接用流利的英语回怼恶毒的太后 然后不顾玛格丽特气的发白的脸色 以双王之女的底气提出自己的要求 她为两国顺利联姻风尘仆仆地赶路 现在需要洗漱和睡个午觉休整一下 赶人的意图不必明说就足够明显了 因西班牙双王之女的身份足够尊贵 与英格兰的联姻算得上是贵女下家 老女人拿她没办法就朝侍卫们撒起 将护送凯瑟琳来联姻的西班牙士兵 安排在脏乱潮湿的马厩中与马同睡 并厚颜无耻地表示这是最好的安排 幸好凯瑟琳的侍女丽娜也十分给力 直接了当地否定了他们的安置方案 霸气地让士兵们从这里搬出去居住 凯瑟琳还是低估了他们的无耻程度 她合一睡下都还不足一刻钟的时间 就被门外咚咚咚踩楼梯的声音吵醒 她匆匆穿戴好衣裳走出卧室后发现 房中让正是英格兰的国王亨利七世 公共乱闯而西房间的事情闻所未闻 但她好似没有意识到有丝毫的不同 德寸进尺地要求凯瑟琳掀开白面纱 但国王说这是两国的习俗不一样后 公主还是决定要入乡随俗尊重他们 亨利七世一直担心都她是个丑八怪 见到她的真容后彻底放下悬着的心 并表示可以用真面目去见亚瑟王子 在鲁莽无礼的亨利七世离开房间后 凯瑟琳失落的抱腿蜷缩在壁炉面前 这里的一切都让她感到厌恶与难受 但西班牙如今的政治局势岌岌可危 母亲推翻了统治国家千年的穆斯林 急需和天主教的国家联盟稳固政权 和平路上遭遇埋伏的时候 她想要与母亲并肩作战加入战斗中 她知道自己此去在没有反悔的余地 做西班牙的女儿成为英格兰王后 变成了她深深刻印在骨子里的信念 幸好还有亚瑟写给她的情书做安慰 她一遍遍地感受着掌心性质的温度 幻想俩人的见面会是怎样的情景 那天英格兰的天空中飘着毛毛细雨 写着阴冷寒风的语物传统她的肌肤 带给凯瑟琳一种难以言说的穿透感 当她说会做个好丈夫体贴她的时候 她开玩笑地说信中的亚瑟更合心意 男孩听了后脸色像吞了苍蝇般难受 她从来就不知道俩人互通信件的事 亚瑟扭头就走没有听凯瑟琳的解释 一头雾水的女孩匆匆返回自己房间 疑惑地拿起那叠写满少女心事的信 萦绕在脑海中的问题只有一个 与自己通信的男人究竟是谁 亚瑟王子也是极端的情感洁癖患者 她认为和别人互通过情书的未婚妻 已经变得不干净了 因此对无辜的凯瑟琳心生芥底 而始作勇者亨利都夺 就是我们熟知的大渣男亨利八世 正暗戳戳地准备搞事情 穿着婚纱心如死灰的女孩 在前往教堂的路上被拦下 只见邪魅的男人缓缓蹲下 轻轻掀开她的裙摆露出藏着的高跟鞋 旋即动作娴熟地脱下了她脚上的鞋子 然后并肩跨过婚姻的殿堂 一步一步朝着神圣的上帝走去 凯瑟琳光脚踩在地上的每一步 都印证着她未来的人生状态 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仍旧万劫不复 而给她带来所有灾难的男人 就是身侧这个号称小叔子的人 新婚夜遭遇丈夫的难堪 也因她的骚操作而起 但现在她还没想那么多 和丈夫手牵手接受百姓的祝福 走马观花地看着热闹的人群 她恍惚间好像看见了战神母亲 她身穿盔甲躲在人群后看着她 坚毅的眼神好像告诉她要勇敢 从这一刻开始 她不仅仅是西班牙的公主 更是威尔士王妃 和未来的英格兰王后 婚礼结束迎来了黑沉沉的夜 凯瑟琳拿出那叠写满少女情思的信 一张张扔进了火炉中告别过去 从此专心做一名合格的妻子 穿着睡袍蜷缩在床头的亚瑟 无声表达着对婚事的态度 她不会是主动的那个人 想起婚前婆婆找自己说的话 她也只好冲到那个主动的人 不停撩拨挑起丈夫的兴趣 之前说过亚瑟有情感洁癖 因此凯瑟琳的斗趣在她看来 就像在逼她做种马那般难堪 冷漠拒绝妻子的请求后 被对着她无情地裹紧了被子 两人相安无事地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就被敲开房门 亨利对着哥哥说一堆混账话 嘲笑她脸色那么苍白是不是不行 亚瑟的反击却让凯瑟琳无比 从双王之女凯瑟琳的身上 我们看到过去欧洲女性的悲哀 被丈夫当成可以炫耀的物品 侍女看着白镜无瑕的床单 也明白了主人面临的困境 她说她会活成自己的一道光 如今却被婚姻笼罩的暗淡无光 中午是两国联姻的庆祝舞会 凯瑟琳想要跳西班牙的舞蹈 也被自大的丈夫一口回绝 不会跳英格兰舞蹈的女孩 只好无措地站在舞池中央 小叔子亨利看见嫂子的遭遇后 立即上前抱着她转了一圈 这一幕落在亚瑟的眼中 像两千瓦的白痴灯那样刺眼 内心的渡火燃烧了她的理智 二话不说出手推倒了弟弟 并警告她离自己的妻子远点 现场热闹的氛围立即降至冰点 亨利欺世为了缓解兄弟俩的关系 命新婚夫妇回封地威尔士生活 此次旅程给了小两口心的机会 首先是亚瑟在姨妈的开导下 渐渐解开了心中的那个结 开始重新审视和接纳新妻子 凯瑟琳也用心准备了烛光晚宴 趁着丈夫情绪放松的时候 跟她聊起了自己过去的生活 聊起了她在母国的那个家 亚瑟在妻子会声会色的描述中 她仿佛触摸到了最真实的凯瑟琳 烛火摇曳 长夜漫漫 他们可以尽情探索彼此的世界 这是迟到十数天的新婚夜 男人主动牵着妻子的小手 来到两人新家的床檐座下 合作完成了一首生命赞歌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生 他们成了先婚后爱的典范 感情迅速升温陷入了热恋 每天都你浓我浓情一绵绵 房间的窗台上 花园的石椅上 都留下过他们相爱的证据 可惜命运之神不眷顾小情侣 凯瑟琳像往常一样伸着懒腰 从床榻上悠悠转醒后 小手下意识地摸向身侧之人 却被一股失忆惊地缩回了手 睁大眼睛看向身侧的位置 却不见往日那个温雅的身影 干净整洁的白色床单上 唯有汗水渗透后的人性印记 她仿佛在暗示着什么坏消息 凯瑟琳心惊肉跳的四处张望 不停呼唤着贴身侍女的名字 却没有人出现回应她的问话 汗热并重新侵袭了这个国家 侍女早已发烧晕倒在小树林 直到她来到城堡隐蔽的角落 才看到在火炉边颤抖的丈夫 很显然 体弱的亚瑟也不幸中招了 被她拒绝靠近的凯瑟琳 无奈来到城堡内的小教堂 虔诚地跟上帝祷告祈求平安 她不想刚结婚就变成小寡妇 被送回西班牙继续和亲的生活 可惜亚瑟的病情还是变严重了 整个人躺在床上没有精气神 凯瑟琳冒着被传染的风险 倔强地守候在她的身边 亚瑟也预感到了生命在消失 不停跟凯瑟琳说着抱歉的话 都怪她的身体不争气 才让她面临被送回国的困境 得到消息的亨利七世夫妇 快马加鞭赶到威尔士 仍旧没见到儿子的最后一面 亚瑟王子真的去世了 她的心脏被主教们取出来 装在一个小小的铁盒中 埋葬在了她最喜欢待的大树下 凯瑟琳看着盒子被一点点掩埋 眼泪刷得从眼中滑落下来 这里埋葬的不仅仅是她的爱情婚姻 还有她成为英格兰王后的未来 亚瑟王子的遗体 则被送回伦敦埋葬 成为威尔士亲王遗生的女孩 拒绝了王太后准备的轿子 身着黑裙头戴黑纱骑在黑马上 亲自护送丈夫返回她的家园 她脸上挂着的哀伤与悲痛之情 得到了全英格兰百姓的拥护爱戴 而亚瑟王子的不幸离世 让弟弟亨利成了下一任王储 开始了凯瑟琳与亨利纠缠的一生 亨利看着嫂子悲戚的神情 暂时放下了心里的花花肠子 亚瑟王子的葬礼顺利举行 才是接下来的重头戏 侍卫站在孤叶的灵鹫前 用力折断小臂粗的旗杆 紧随木头断裂声响起的 是公主身边侍女的哭声 这是西班牙哭丧的习俗 他们用痛哭演绎着悲伤 但真正痛到极致的感觉 是哭都哭不出来的绝望 酸涩在胸腔中排山倒海 公主的内心被撕得生疼 口中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目光空洞地注视着前方 既是在祭殿死去的爱人 也埋葬自己的光明未来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她的眼神凝成一股力量 凯瑟琳直接离席往房里冲 任由侍女呼唤也不回头 来到燃着的壁炉前才停下 将未孕的证据销毁得干净 她不能被送回母国西班牙 不然会像抢手的商品一样 被欧洲各国领袖争来抢去 照顾公主生活起居的侍女 也清楚凯瑟琳的身体情况 这几天就是公主的生理期 想要慌称怀孕留在英格兰 是不可能行得通的一条路 可母亲已经来信催她回去 凯瑟琳着急得听不尽劝告 这件事有很大的操作难度 哥哥的遗孀无法嫁给小叔子 这在天主教国王是被禁止的 除非他和前任的婚姻不作数 于是凯瑟琳捏造了亚瑟不行 自己依旧是纯洁处女的说辞 试图骗过国王一家子和亨利 下定决心的凯瑟琳来到窗边 随时关注小叔子亨利的行踪 看他骑马回来后就立即行动 拿着丈夫留下的公奴走过去 温柔地笑着递给眼前的男人 以此为话题聊起了他的母亲 亨利原本就对嫂子有些想法 达成默契的俩人越聊越开心 说着俩人就来到兵器库较量 你记我一件 我回你一刀 俩人间的氛围渐渐变了颜色 暧昧气息充斥着小小的空间 眼看就要朝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王太后的怒斥声惊扰了两个人 他指责凯瑟琳不该像男孩子一样 上跳下窜的耍剑一点也不安分 毕竟在英格兰的规矩里 寡妇是不能直见的 然后又聊到她怀孕的情况 心虚的凯瑟琳只好打哈哈应付 不曾想尽直接惹怒了老女人 玛格丽特直接粗鲁地动手 想要检验她身体的变化 以此确认凯瑟琳是否怀孕 他们更加希望她能怀上孩子 要是凯瑟琳没有成功怀孕的话 他们必须归还西班牙的巨额嫁妆 甚至还要陪上亚瑟的遗产 这会让本就贫穷的英格兰 雪上加霜变得更贫寒落魄 一个想要公主怀孕延续盟约 一个想要和亨利再婚留下来 年强算得上是殊途同归吧 一场暧昧十足的地下室比剑 让凯瑟琳确认了亨利的心意 现在她得让小叔子主动开口 她愿冒天下之大不为娶她为妻 于是聪明的女孩想到了偶遇 她来到亨利必经的小花园 优雅地坐在椅子上翻阅图侧 忧郁小公主的形象惹人恋爱 亨利果真被她吸引了目光 主动上前跟嫂子道歉 她的祖母只是嘴太歉了 其实是没有什么坏心思的 情投意合地俩人边走边说 说着说着她们的话题就跑偏了 聪明的女孩懂得见好就说 简单的话却充满想象的空间 亨利痴痴地望着她离开的方向 少年的内心掀起了波澜 甚至在和祖母聊天的时候 也像被勾走灵魂的傀儡 痴痴地念着凯瑟琳的名字 她无比期待明天早上的到来 小叔子爱上了刚丧夫的寡嫂 听闻瓦罐中盛着的热水 是嫂子刚刚洗漱用过的水后 她进鬼使神差的将手伸了进去 再把沾满水渍的手指送入口中 动情的吸水发出泽的响声 这搞笑的一幕落入侍女眼中 嘴角的笑意再也掩盖不下去 主子精心谋划的养成树成功奏效 向她袒露心意的时机成熟了 当天夜里她就再次采取动作 明明是在跟国王王后告别 眼神却落在了对面的亨利身上 深爱着她的男孩果然被吸引 炽热的眼神随着她的动作移动 当凯瑟琳结束当天的祷告出来 看到走廊上的小叔子身影时 她露出了满意欣喜的笑容 在这场虚无缥缈的爱情博弈中 她赌赢了 胜利了 但她没有停留继续往前走 亨利也识趣地跟了上去 在你来我往对话中 凯瑟琳突然聊到了南非的候鸟 她说自己和他们没有什么区别 从西班牙来也要回到西班牙去 凯瑟琳的话让亨利感到很疑惑 你不是我王兄的新婚妻子吗 怎么能说是第一次结婚了呢 凯瑟琳想要达到的就是这种效果 她隐晦地表达了自己仍是完毕之身 这让对她早有想法的亨利欣喜不已 亨利顺利地钻进了凯瑟琳的圈套 立即冲上前去跟心上人表白求婚 并表示她会说服国王父亲答应婚事 达成所愿的小情侣分头行动 凯瑟琳找到知道真相的马迹姨妈 先是说了一堆感谢的客套话后 她才吞吞吐吐的进入主题 说出自己仍是完毕之身的话 姨妈一听就明白了她的意图 不等说完就打断了公主的话 她不会答应她造假做亏心事 如果有人问那晚的洞房情况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实事求是 马迹姨妈的不配合令她慌了 亨利找到陪妻子散步的国王 请求父亲下令为自己赐婚 还将其上升到国事的层面 老父亲听了儿子的话很欣慰 忙问他相中的联姻之人是谁 结果在听到名字后大吃一惊 母亲白公主立即开口阻止她 继承人只能娶没结过婚的女人 亨利听了母亲的话后据理力争 她的说法得到了亨利七世的支持 父子俩相伤着写信给罗马教皇时 一旁的母亲捂着大肚子发出哀嚎 阵痛来袭 她马上就要生了 现场立即变得兵荒马乱起来 高龄产妇加上不久前丧子的痛 导致王后的这一胎挣扎才生下来 伴随着一声痛苦的嘶吼过后 宝宝成功从母体脱离出来 只是久久都没听到孩子的哭声 祖母哀气地将孩子递了过去 遭此重击的王后身体迅速衰败 她在恍惚中看到了被处死的兄弟 想起了她和母亲一起施下的诅咒 哀求丈夫不要答应亨利的婚事 然后挣扎着大喊一声母亲后 便咽下了余生的最后一口气 正在写信给母亲求助的凯瑟琳 也被远处传来的桑中打断了思路 丧母的心上人和强势的王太后 她和亨利的婚姻又变得扑朔迷离 恶毒老太婆为霸占孙媳的嫁妆 请来了全国最知名的无良律师 她一翻开那本厚厚的宪法手册 就滔滔不绝地畅谈自己的无耻 其中两条措施最令人感到下头 其一是将凯瑟琳公主逐出王宫 其二是收买她的护卫为己所用 刻薄的王太后听完后拍手称快 迈着得意的步伐来到孙媳房间 言下之意是她不相信处女的说法 凯瑟琳妄想嫁给她的乖孙孙亨利 讲完自己的话就不再听任何解释 露出丑恶的嘴脸驱逐她离开王宫 老太婆不再惧怕双王之女的身份 嚣张的底气来自拥有的摄政权威 自从英格兰王后因难产去世之后 亨利七世就陷入了悲伤不能自拔 整日将自己关在伦敦塔的空房间 无心朝政也不接受大臣们的关心 导致全国风声鹤唳谣谣传国王去世 整个国家陷入动荡不安的氛围中 王太后这时候高调出现在疏密院 越国大臣自封为摄政王主理朝政 处于劣势地位的凯瑟琳没有办法 只好随便找了出颇旧的屋子暂住 这件事很快就传进了亨利的耳中 他立即追到位于市场边的小房子 送来了象征都多家族的红白玫瑰挂像 但凯瑟琳表现出一副兴致缺缺的样子 以自己马上沐浴的借口将她赶了出去 回到宫中的男孩直接找祖母进行对质 不得不说将还是老的比较辣一些 马格丽特一针剑鞋指出女孩的心思 同时也在亨利的心中种下怀疑的种子 年轻气盛的男孩果然藏不住秘密 次日就邀了凯瑟琳一起去森林狩猎 得益于女战神母亲的亲身教导 凯瑟琳的剑术也十分了不得 首发便精准地射中了一只鸟 亨利则趁着这个机会借题发挥 她阴阳怪气地将自己比作那只鸟 阴太年轻好偏好拿捏才被她看上 聪慧的凯瑟琳明白她话中的深意 却不知该如何对她做出回应 只好装傻糊弄过去 这一趟森林狩猎之旅不欢而散 才应付完男孩赶回家中的凯瑟琳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收到母亲的来信 她同样反对女儿在嫁亨利为妻 勒令她即刻启程返回西班牙 别忘了带回她的寡妇遗产和嫁妆 我们从她的怒吼中感受到了决心 但她应该如何破局解除困境呢 一向不待见她的玛格丽特王太后 又开始动心思准备搞事情 王太后为了阻止孙子娶瓜嫂 送来了形色各异的七个美女 试图让她明白爱情只是错觉 只要发泄荷尔蒙后就会清醒 看到她被美女吸引的表现后 老太婆便找借口离开了房间 转站来到接待下属的会议厅 喊来了照顾过凯瑟琳的姨妈 想从她口中得到想要的答案 亚瑟和凯瑟琳有过夫妻之时 但玛吉姨妈却说她也不清楚 她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切发生 没有得到想要答案的王太后 立即揭开伪装露出了真面目 张牙舞爪的威胁她配合自己 但玛吉姨妈有原则坚持底线 她没有看见就不会说看见了 把养尊处优的太后气得够强 马吉姨妈因此弄丢了铁饭碗 丈夫知道她被王太后辞退后 表达了对她形势鲁莽的不满 伤心的女人只好独自走回家 结果她在路上就遭到了袭击 劫持到一处小房子生死未卜 一记不成再生一记的王太后 次日又找到了凯瑟琳的侍卫 需以重金收买她为自己所用 一生做太多丧良心事的太后 每天夜里都会在小教堂祷告 如今她不仅收服了新的侍卫 还安抚住了王位继承人亨利 玛格丽特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哪知她的美梦只做了小会儿 怪孙亨利来到她的身边坐下 真诚地感谢祖母送来的美女 她对于爱情一直都是模糊的 直到美色当前也不为所动后 她才真正弄清了自己的心意 凯瑟琳那边也迎来新的转机 她收到了一封国王寄来的信 信中邀请她到王宫参加宴会 盛装打扮的女孩刚踏入宫门 就见到了正在等她的心上人 俩人对视一眼就甜蜜地携手 互相搀扶着走进了那扇房门 在等待开袭的那一小段时间 彼此的视线没有离开过对方 年匿的氛围让众人觉得酷比 国王接下来宣布的重磅消息 却让小情侣彻底傻眼离心了 现场的氛围立即降至冰点 亨利直接位子上站起离开 凯瑟琳一脸猛不知如何是好 跪在上帝面前祈求得到答案 从小被教育要成为英格兰王后 可命运却一次次把她踢出门外 唯一的机会是嫁给爱人的父亲 她摇摆不定不知如何抉择才对 但亨利对凯瑟琳的心从未变过 她不甘心爱人成了自己的后妈 于是在大臣面前公然对抗父亲 认为她所说的王妻的遗愿 不过是她见色起义的推托之词 怒气冲冲的朝国王发泄不满后 亨利又来到了凯瑟琳的住所 他希望心上人能写信给他的母亲 拒绝掉他和英格兰国王的联姻 凯瑟琳听了他的主意后犹豫了 不自觉抬高的嗓音表现了他的心虚 如果只是为成功当上英格兰的王后 他嫁给国王 亦或者嫁给亨利王子 似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 可亨利却被他的态度伤了心 他绝望地转身离开了 迷茫的凯瑟琳找到乡下的姨妈家 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正确指引 马吉姨妈微笑着对她说 如果你想当王后的话 那就接受国王 如果想要爱情的话 就选择亨利 只要尊重你心中所想所爱 那么上帝也会与你同行 看清自己内心的女孩 主动约了亨利来到小树林 向她吐露了自己的心意 她只要她一个人 可命运总爱戏弄一个人 他们的爱情之路任重道远 女孩百无聊赖的把玩手上的柠檬田 脑海中浮现的都是和心上人的回忆 像遇到相爱的画面走马观花般掠过 填满了她在异国他乡的空虚与寂寞 侍女的闯入打断了漫无边际的思绪 手里拿着的是从西班牙寄来的信件 她惊喜万分地从水中站了起来 想必是母亲同意她嫁给亨利了 自从她和亨利互通心意之后 凯瑟林便勇敢地为自己争取爱情 她主动来到王宫找国王商议条件 知道国家间没有情怀 只有利益可言 便拿亨利七世最在意的事情打动她 表示要向两国保持长久的和平联盟 唯有她嫁给亨利为妻才是最佳保障 国王果然被凯瑟林的言辞说服了 转而为这对真情实感的小情侣赐婚 但要想走到结婚这一步的话 她们必须达成两个条件 其一是得到罗马教皇的准许 其二则是凯瑟林必须催促西班牙 将她的另一半嫁妆准时送到英格兰 于是凯瑟林每日都给母亲写信 可每封信都时辰大海没有回音 她日盼夜盼终于等到了阴性 侍女展开信件浅看几眼之后 欣喜的神情渐渐变得凝重起来 凯瑟林靠在世女身上无法接受事实 她不相信自己最敬重的母亲 西班牙的女战神就这样没了 她悲痛地换上黑色的丧服 看着胸前的那把金色十字架 而盼再度想起母亲说过的话 她是那般的鲜活充满力量 姐姐胡安娜的道来打碎了她的幻想 她身穿红袍骑在高头大马上 清冷的目光中略带些疯狂 她就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疯子 因为太爱太偏执而逼疯自己 哪怕花心的丈夫患病去世之后 也要日夜观摩陪在她的遗体身边 如今她刚继位成为西班牙的女王 远渡重洋来到英格兰这个国家 但她此行不是为了给妹妹撑腰 而是特意来给凯瑟琳添堵的 因为母亲依莎贝拉的关系 姐妹两个的关系不是很好 凯瑟琳张开双臂想要一个拥抱时 胡安娜直接闪开拒绝了她 撞开她的身体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疯子只重视她在意的东西 能时刻牵动胡安娜心思的 也只有她的丈夫菲利普了 哪怕英格兰国王和王太后 像小哈巴似的围在她的身边 胡安娜的目光也停留在丈夫身上 同样痴情的还有亨利王子 她抬头瞥见走来的人是凯瑟琳 就立即结束刚刚谈话追到她跟前 但她今天的行为着实有点怪异 一句话没说就给她行了个大礼 她大声控诉着父亲和祖母的冷血 想要表达非她不要的决心时 被亨利欺世打断了谈话 她逼着她去见西班牙女王胡安娜 已经失去价值的西班牙公主 则被冷落一旁连个眼神也没有 或许是念及幼媚的无辜 胡安娜突然邀请凯瑟琳一起跳舞 热情的西班牙音乐声响起 一红一黑的倩吟也随之舞动 在场的人都被娇艳的姐妹花吸引 唯独胡安娜的丈夫在跟侍女打情骂俏 女人像被夺食的狼仔子 双眼喷射的恨意似尖刀般锐利 立即锁定方向冲了过去 她不需要听任何的解释 直接泼了男人一脸的红酒 然后潇洒地转身离开了晚宴 留下的宾客面面相去都惊呆了 胡安娜如此疯狂地行为背后 是丈夫不顾场合的拈花惹草 被爱所伤的女人清醒又疯狂 妹妹祈求她支付胜于嫁妆的时候 胡安娜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来 如果亨利是真爱她的话 不需要嫁妆也会想方设法娶她 再度被拒绝的凯瑟琳落寞离开 在走廊的拐角处见到了心上人亨利 她对父亲的卑躬屈膝感到生气 口不择言惹怒了刚刚才受气的国王 亨利欺世转手就给了她大嘴巴子 凯瑟琳看见后立即心疼地跑上前 情侣恩爱的模样落在胡安娜眼中 她此时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毁掉 自己没有拥有的爱情 其他人也不配有 于是她一路跟着他们走 抵达了热闹喧哗的厨房角落 亨利挥手秉退了忙碌的厨娘 小情侣头抵着头准备你浓我浓的时候 杀风景的胡安娜走了进来 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妹妹 优雅的淑女是不会和一个男人独处的 亨利看不过去说了一句话 却直接勾起了胡安娜的回忆 那是一份极其痛苦的童年记忆 她双手举起搭在厨房的钩子上 像被踩了尾巴的毒蛇一样贱人就咬 凯瑟琳听到姐姐羞辱去世的母亲 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狠狠给了胡安娜一巴掌 失去理智造成的后果很严重 胡安娜在凯瑟琳生气离开厨房后 先是利用亨利的大男子主义 挑拨离间打击她的情感与理智 然后不停扭动难妙的妖枝 勾引年轻气盛的亨利与她发生关系 提前立场的凯瑟琳啥也不知道 回到住所后不停地纠结后悔 因为一时的冲动 她拿不到剩下的那笔嫁妆 也不能和心爱的亨利结婚了 而达成目的的胡安娜还不满足 她利用英格兰内乱的缺口 引诱亨利七世和她签署条约 她会说服公共交出约克家的逆贼 而作为交易的条件之一 就是让亨利娶自己的小女儿 这份协议对于英格兰来说 百利而无一害 不过是牺牲儿子想要的婚姻罢了 亨利七世爽快地硬承下来 王太后玛格丽特也一起打配合 哄骗亨利去了偏远的修道院祷告 凯瑟琳就像雨夜被舍弃的小狗 搭拉着脑袋狼狈不堪 她的爱情还要经历多少的风霜 才能抵达彼岸修成正果呢 事情的转机总在不经意间发生 她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 独坐一夜偏周孤立无援的女孩 前方等着她的是身不见底的悬崖 她拼命挣扎也躲不过坠崖的命运 光怪陆离的画面又转到空房子里 心上人亲手点燃了写给她的情书 火势迅速蔓延形成一道烈焰火墙 俩人分隔在火的两边形成对立面 男人冷漠至极没有再说一句话 只忍给她一个黄铜色的指南针 绝情地离开只留下渐远的背影 凯瑟琳紧拽着她从噩梦中惊醒 每当女人感到迷茫无助的时候 她就拿出这个指南针寻求力量 这是航海家哥伦布送她的礼物 她曾经问过她一个问题 怎么才知道自己不会使出世界的边缘 她从衣兜里掏出一个指南针 缓缓递给了眼前迷茫的少女 威风和煦地笑着说 自此她成了常伴左右的精神之主 同一时间的马吉姨妈更加难受 她因惹怒恶毒王太后遭到刁难 丈夫也被连累失去了王室职位 玛格丽特甚至乱用摄政王权威 没收了他们家的所有奴仆侍卫 如今马车坏了也只能自己动手 可生命中的意外总是如影随形 庞大沉重的马车突然坍塌倒下 砸中了正趴在车底维修的男人 马吉姨妈就这样失去了主心骨 原本的贵族之家瞬间陷入困境 恶毒王太后没有停下罪恶之手 公报丝绸恶意地增加科捐杂税 没有足够的钱就拿贵重物抵押 马吉姨妈家里的物品全被搬空 在当时那个吃人的时代 留给孤儿寡母的只剩下贫寒 昔日的贵族现在连饭也吃不饱 只能依靠挖野菜勉强果腐 这时的王太后以国王的名义写信 骗了马吉姨妈来到王宫相见 她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嘲笑马吉姨妈的不自量力 然后对她进行威逼利诱 你只要在上帝面前说出真相 承认西班牙公主和亚瑟王子 有过肌肤之亲 你的孩子们就会得到救济 马吉姨妈是一个正直且死心眼的人 她不会因为自己的物欲而妥协堕落 坚持立场的女人无助地走在街上 遇到了同样遭遇刁难的凯瑟琳 房子的主人得到王太后的授权 恶意涨九倍的租金逼公主离开 遇见捉襟见肘的女人无计可施 收拾东西准备寻心的落脚之处 但她还是收留了落难的马吉姨妈 夜里用哥伦布的故事暖心开导她 她就是在告诉陷入绝境的姨妈 只要她坚信自己可以摆脱困难 那么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故事发展如凯瑟琳预料的那般 她一觉醒来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她的姐夫菲利普不幸远并去世 姐姐胡安娜因此变得疯疯癫癫 父亲无奈只好将她关在修道院 如今她一个人要打理两个国家 经历有限特命她为西班牙大使 负责英西两国的一切外交事宜 凯瑟琳兴奋地持信冲进疏密院 向所有人宣告了她的大使身份 又提出要住进大使的专用房间 再度被掐住咽喉的国王很不爽 俗话说打蛇要打七寸果真没错 凯瑟琳的好心情果然大打折扣 事情的转机是几天后的订婚宴 凯瑟琳找到躲起来的小公主时 她告诉了她哥哥被关押的位置 劳碌一晚上没有睡觉的国王 趁着泡澡的机会刚咪了一回 被突然闯进的母亲吓了一跳 国王瞬间被扣上不孝的帽子 心里的委屈有嘴也说不出来 直接被气得咳出一大贪鲜血 王太后没有听到回应走近时 她静静躺在浴缸中没了气息 她只当是儿子叛逆的恶作剧 掀开盖着的手帕后瞬间跪地 她唯一的儿子就这样没了命 王太后的悲伤没有持续太久 反应过来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于是她立即从悲伤中走出来 慌里慌张地换来国王的心腹 将亨利七世的遗体安放在床 伪造出国王卧病在床的样子 对外宣称她只是身体不舒服 紧接着安排给孙子亨利写信 命她立即回宫继承国王之位 随后又马不停蹄地销毁证据 她和心腹达德利干了很多坏事 其中最严重的是借国王的名义 变卖皇室资产及增加科捐杂税 致使平民和贵族家庭陷入贫困 为了自己的丑恶嘴脸不被发现 她先是命达德利把账单带回家 然后又在书密院会议上指控她 把罪名全都扣在她和国王身上 同时为了避免夜长梦多被揭穿 她索性跳过了教会审判的环节 直接下令将她带到断头台斩首 在她假模假样宣读罪状的时候 达德利把所有事情都说了出来 但现场又有谁胆敢帮她脱困了 王太后一记凉薄的眼神看过后 闹哄哄的断头台重新归于平静 这下她可以全心对付凯瑟琳了 然而在周到也有摆秘一书之时 侍卫在到国王洗澡水的时候 发现了一块沾有血迹的手帕 联想这几日太后慌乱的样子 她变断定亨利七世已经死了 于是她找到心爱的女子丽娜 将她的发现与猜测告诉了她 凯瑟琳当机立断要去找亨利 于是三人翻身上马飞奔出去 他们真的在半路拦到了亨利 凯瑟琳见到爱人缓缓走过去 然后领着侍女蹲在了她跟前 高呼一声 其余的侍卫也全都跪了下来 亨利明白了国王去世的内涵 于是她携着凯瑟琳赶回王宫 翻下马背就宣布了重磅消息 凯瑟琳将成为英格兰的王后 然而她们往教堂吊宴的时候 王太后又风尘仆仆地赶过来 她要阻止亨利与凯瑟琳结婚 亨利却没有再给祖母面子 三连问使得女人哑口无言 但她还是想要用教皇的教令施压 直言只要教皇没有来信批准婚事 她就不能和嫂子凯瑟琳举行婚礼 凯瑟琳原本还同情她是一个老人 现在也不想把她想得那么友善了 直接对她道 教皇已经拒绝了吗 你拿到她的回信了吗 后辈们都如此不给她面子 嚣张半辈子的王太后受不了了 备受打击地靠在半人高的柜子上 溢起了她前半生的悲惨的命运 刚刚急急的女子就被嫁人生子 又因年龄太小身体未发育成熟 小小的身体扛不住遭遇了难产 一群人为了保住腹中胎儿性命 不顾孕妇安危放在被单上滚动 费了她半条小命才生下了孩子 半大的孩子抱着钉点大的小孩 她发誓要为她铲除所有的障碍 这就是王太后奋斗一生的目标 如今儿子壮年就不幸撒手人寰 孙子亨利继位却要娶嫂子为妻 她不能任由她破坏儿子的心血 于是悲伤凝成一股摧毁的力量 她要放手一搏守护王国的安危 迅速回血的女人领着一群卫兵 找到正准备出征的西班牙士兵 污蔑她盗取了教皇送她的圣经 并搬出英德兰的现行律法说是 偷窃者应当立即处以绞刑处罚 此行只为逼凯瑟琳的侍女反水 承认凯瑟琳公主已经不是处女 这对丽娜来说是种痛苦的抉择 一个是她忠诚了半辈子的主人 一个是她交付下半辈子的爱人 一番挣扎后情胆的天庭倾斜了 短短的一句话犹如千斤重 直接给凯瑟琳的婚姻宣判了死刑 拿到心仪答案的老太婆得意急了 急不可耐地冲到议事厅 打断了正在进行的议题 像往常一样指手画脚后 再次否决了两人的婚姻 言词间就显得有些癫狂 亨利的心中掀起了波澜 但她没有听信一面之词 而是要求侍女当着她的面说 王太后听完后显得有些慌张 这本就是她威胁得来的信息 又怎敢让他们当面对峙真假 凯瑟琳从她的表现看出了异常 明白自己的侍女可能遭遇不测 于是急忙冲出房间找她的侍女 一路追寻到英格兰的营地后 才看到了被处以绞刑的侍卫 看到此情景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王太后的说辞存在很大的漏洞 死里逃生的侍卫也醒悟过来 把为王太后做过的事全抖了出来 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教皇已经回信同一俩人的婚事 只是被王太后藏起来秘而不宣 拿到证据的亨利没有顾及亲情 直接将祖母监禁在她的寝宫中 随后就宣布她和凯瑟琳的婚事 他们将在小教堂举办私人婚礼 在凯瑟琳开心试穿婚纱的时候 王太后深受打击陷入了梦魇中 所有被她残害的亡魂营绕身边 张牙舞爪地扑来朝她索命报仇 而凯瑟琳也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信中所写的内容令她大吃一惊 她怀着悲痛的心情找到了亨利 其中从她无比震惊的表现中 凯瑟琳已经读懂了真实的意思 但她依旧是选择了原谅与相信 或许从两个人说谎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了这是一场由失败告终的婚姻 嫁给爱情的凯瑟琳 过上了一段短暂的幸福生活 丈夫疼惜 身份高贵 自己的肚皮也十分争气 第一胎生下的就是儿子 最爱儿子的亨利 趁着孩子满月的机会 当众宣布她为王位继承人 凯瑟琳的父亲也千里迢迢赶来 送上了对女儿的祝福 英格兰王宫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 在祥和的氛围中 亨利和凯瑟琳趁机提出 英西两国携手合作出兵法国 费迪难得却表现了自己的不屑 在她看来无论是英格兰还是亨利 都不具备和自己合作的实力 亨利听完后也没觉得气馁 而是指出自己设计了新的盔甲 不如乘着孩子满月的机会 来一场真刀真枪的比拼见证实力 随后亨利穿上新式盔甲亲自上阵 随着战马的速度越来越快 双方的长棍很快就击中对方 其中穿着传统盔甲的将军 没有任何悬念地摔下马背 巨大冲力带来的木鞋 也穿透盔甲击中她的眼睛 成功让费迪难得对亨利刮目相看 同意两国合作出兵法国的协议 但她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两国能够达成此次合作的基础 权归功于她的女儿凯瑟琳 因此殷熙两国间的所有事宜 都全权交给凯瑟琳负责 此话一出 再度提升了凯瑟琳的重要性 她不仅得到了丈夫的爱护 而且得到了所有百姓的尊重 将她的身份同等于摄政王 为了尽快收回在法国的失地 将士们早早出发赶往约定的集合地 可是来到苦寒之地的英格兰军队 却迟迟没有等到西班牙援兵的到来 数千士兵因为生存环境恶劣离世 而远在英格兰王宫的凯瑟琳 却坚信父亲会坚守承蒙 派兵前往集合地支援 等天气再好些就会抵达了 直到她收到父亲费迪难得的来信 才发现自己被她给耍了 她只是拿英格兰士兵荡枪使 以此牵制住法国的兵力 而她则趁机在相反的方向出兵 收回西班牙在法国的失地 在英格兰的疏命院会议上 凯瑟琳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事说出来 亨利虽然没有明着责怪凯瑟琳 但心里对她却有一些不满的想法 夜里凯瑟琳找到亨利 想要为她事情表达歉意 但亨利却淡淡地说自己累了 她对她终究是有了嫌隙 凯瑟琳只好落寞地转身离开 但凯瑟琳的情商智商都不是盖的 在军队归国的那一日 凯瑟琳展示出王后的气度 亲自给所有被坑的士兵道歉 并为他们颁发了勋章奖励 她此举挽回了在卫兵中的形象 却依旧没有得到丈夫的原谅 颁奖结束之后 就冷漠地越过她去打猎了 失落的凯瑟琳抱着儿子 来到小教堂为两人的婚姻祈祷 然而命运总喜欢对她开玩笑 当她结束祷告去抱地上的儿子时 却发现小亨利没了气息 他和亨利的第一个继承人 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接二连三的打击 令凯瑟琳违不振 他躺在床上 好似灵魂也跟着孩子去了 直到亨利从猎场回来后 他才开始慢慢振作起来 小亨利的葬礼结束后 这位坚强的母亲 再次站在所有大臣面前 她用英格兰摄政王的身份 发表了一份激动人心的演说 她发出了对法国的挑战 这次英格兰将独自出兵作战 并由亨利亲自带兵上前线 然而苏格兰却出状况了 趁着英格兰国内兵力不足 苏格兰国王带兵频频骚扰两国边境 身怀六甲的女人 身体银色盔甲奔赴战场 她的勇敢赢取百姓的爱戴 全城的老弱妇孺都站了出来 愿意跟着她一起为国而战 如此构成自是不敌精兵强将 但凯瑟琳从来就不是鲁莽之人 她来到敌人阵营谈判 故意示弱放弃进攻行为 见敌军放松对她的警惕之后 凯瑟琳立即给老将军下达命令 让所有人都做好战斗的准备 他的解释和谋略得到老将军的认可 战争打响的那一刻 所有人脸上都无比的凝重 甚至有士兵粘起脚下的泥土 祈求上苍保佑他们取得最后的胜利 苏格兰国王果真如他们所料那般 对英格兰的这群残兵老将充满不屑 狂妄自大的亲自加入战斗之中 以为可以分分钟秒杀他们 凯瑟琳也没有躲起来 而是以身作则加入战斗 她的行为鼓舞着所有的士兵 一鼓作气与敌方厮杀到底 面对势如破竹的英格兰军队 苏格兰军队果然被打得溃不成军 随着苏格兰国王倒下的那一刻 这场差异悬殊的战争结束了 成功解决边境冲突的凯瑟琳 在英格兰境内的声望水涨船高 然而他得到的同时也在失去 几天之后 亨利也率兵凯旋 但他对夺走关注的凯瑟琳 却表现得异常冷淡 当他主动发出同房邀请的时候 亨利再度拒绝了妻子 夜晚宫中举办了盛大的庆典 所有人都在吹嘘亨利的丰功伪迹 郁郁寡欢的凯瑟琳却强颜欢笑 独自一人来到无人的小花园 突然的腹痛令他惊慌失措 跪在地上不停祈求上帝保佑 当亨利发现异常找过来时 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也没了气息 亨利话中的遗憾显而易见 凯瑟琳则不停地说着道歉的话 这次事件过后 夫妻二人的关系彻底出现裂缝 亨利埋怨凯瑟琳肆意妄为 再一次害死了他的继承人 凯瑟琳在书密院的地位被取代 亨利甚至直接越过他开会 而全臣沃尔西则登上历史舞台 在最新一次的会议上 众人再度商讨在欧洲的盟友 凯瑟琳认为自己的父亲虽然不靠谱 但西班牙仍旧是英格兰的监视后盾 而沃尔西则提出了反对意见 甚至要求解除两国的联姻 让玛丽公主转嫁法国的路易国王 那个肥胖起年迈的男人 凯瑟琳直接被他的无耻发言气疯了 太激动一不小心打翻了酒杯 没想到亨利因此给妻子脸色看 愤怒地摔了餐具直接离场 背下了面子的凯瑟琳无比尴尬 但她因为接二连三的丧子愧疚自卑 也不敢对着亨利多说什么 甚至在夜晚降临的时候 想尽办法讨好自己的爱人 女人依山半解地躺在床上 扭捏地做着性感的动作 然而她的主动 不但没有得到丈夫的联系 甚至阴阳怪气地内涵她 她的话令女人愣住了 她埋怨她没有保住她的儿子 并且放任全臣沃尔西折辱她 在所有的公开场合附和沃尔西的话 同时听取她的建议 取消了玛丽公主和查尔斯的婚约 让二八方华的少女 嫁给年迈的法国国王路易 这宣布了英西两国联盟的结束 同时也意味着凯瑟琳彻底失去圣心 两人因此发生剧烈争吵 其实失去的孩子只是他的借口 亨利终究还是介意自己的妻子 在国民心中的声望超越了他这个国王 作为双王之女的凯瑟琳太自信了 她没有真正看透这个男人的小心眼 失去国王宠爱的女人 也不再具备崇高的地位 没有人再愿意听她的意见 玛丽公主被许佩解了老男人 但她不愿成为政治的筹码 当众拒绝了哥哥联姻的安排 亨利看看胆大妄为的妹妹 再看看身侧嘴角含笑的凯瑟琳 立即认为是她在背后搞鬼 这让她觉得自己的权威遭到挑衅 不愿听她的一句解释就定了罪 凯瑟琳则为了重新挽回亨利的心 放弃了自己的态度 亲自去说服玛丽 他跟国王妹妹许诺 一旦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死了 就允许她独自选择自己的夫婿 这让本就有心上人的玛丽无比心动 立即答应了和法国的联姻 亨利也十分着急此次的结盟 答应了玛丽的这个请求 不久之后 玛丽就在哥哥嫂嫂的陪伴下 踏上了前往法国的路途 当她看到路易十二的那一刻 玛丽就想好使种令她早死的方法 在当晚的洞房就启动了自己的计划 在他们极尽缠绵的时候 凯瑟琳和亨利的感情 在浪漫的国度也有了新的进展 他们放下了对彼此的怨念 重新接纳对对方的不满 此次法国之旅 凯瑟琳成功怀上第三个孩子 一年一度的皇家狩猎会上 全臣沃尔西给国王拉皮条 但他没有鲁莽地直接安排 只说对面的女士需要帮助 亨利听了他不着痕迹的功维 加上那个美女确实甜美动人 便心领神会地笑着走了过去 毫不讲究男女之别地贴近他 轻易地帮他拖着狩猎的功努 静得都能感受到两人的呼吸 不知情的凯瑟琳计算着时间 挺着肚子出去迎接丈夫归来 落入他眼眸的确实 亨利和女人相谈甚欢的画面 凯瑟琳看见后虽然觉得烧心 但他不觉得亨利会爱上他人 一时的放纵带来后患无穷 凯瑟琳也因自信吃尽了苦头 没有评估对丈夫心思的女人 像过去那样插手干预国家大事 最后凯瑟琳接肚子里的孩子 使得亨利妥协做出了让步 这也进一步将男人推了出去 只是短短的几天光景 亨利的花边新闻就谣言四起 许多工人都聚在一起聊八卦 有金发美女天天出入亨利的房间 凯瑟琳也听见了这些疯言疯语 回到卧室就让侍女去查明真相 要求把传言一五一十告诉自己 丽娜害怕她受刺激影响到宝宝 支支吾吾地说道 他们谈论的都是希望你幸福 丽娜想出来的借口实在太别角了 最后在凯瑟琳的再三追问下 她才将听到传言告诉了凯瑟琳 凯瑟琳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感 咬紧的牙关却泄露了她的在意 以此同时 罪魁祸首的男人在大肆艳渴 而绯闻女友好然出现在其中 这还不是凯瑟琳最大的危机 众人喝得一醉迷离的时候 女人壮似无意地聊了一个话题 新婚夜带给女人的身体变化 这话落在有心人亨利的耳中 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 她和凯瑟琳的新婚夜没有这些 夜宴结束之后 她带着醉意寻到凯瑟琳房间 本想要质问她的话 在看见她挺着的大肚子后 就尽数咽了回去 她不想结完生枝影响孩子 只希望凯瑟琳不辜负她的期望 成功生夏儿子为她稳固王权 但凯瑟琳心中也压抑着一股火气 她直接挑明了亨利找女人的事 奇葩的两夫妻做着自以为伟大的牺牲 然而就是这样一次次地隐藏自我情绪 最后将两人的爱情和婚姻推上了绝路 这件事过去没有多久 凯瑟琳就因郁郁寡欢动了胎气 腹中胎儿提前一个月发动 宫外的助产师来不及进宫 她就在侍你的协助下生产了 她抓着手指出的麻绳使尽用力 生出了一个健康的女宝宝 也是未来响当当的血腥玛丽 亨利得知凯瑟琳早产的消息 得意洋洋的跟大臣们炫耀 等孩子出来后 她要为她取名亨利 就跟她的第一个孩子一样 凯瑟琳兴奋的伸出手要抱儿子 却在听到侍女说是女儿后待了 她绝望地摇了摇头 不敢相信她生下的竟然是个女儿 听见亨利兴奋期待的声音之后 产房里的侍女们都沉默了 凯瑟琳不顾刚生产完的虚弱 亲自走到门口说出了烫嘴的话 她是一个女孩 亨利的微笑瞬间凝固在脸上 渐渐消失不见 然后毫不留情地转身离开 不愿在此地停留半刻 她越发确定自己被上帝诅咒了 她的行为也深深影响着凯瑟琳 她不愿再看害自己失宠的女儿一眼 可怜的小公主从降生的那一刻起 就遭到了亲生父母的嫌弃 凯瑟琳也因此性情大变 急躁 激进毁了她的下半生 这天亨利的妹妹没隔回娘家 得知嫂子不爱侄女的情况后 专门抱了孩子过来逗她开心 但凯瑟琳一见到无辜的女儿 就想起了自己被冷落的遭遇 为了避免母女接触 她找了借口给侍女送东西 当她来到洗衣房找贝希的时候 才发现亨利竟然和她的侍女在一起 而被发现的两人也没有丝毫收敛 继续我行我素地乱来 凯瑟琳因为没能给亨利生馅子 面对背叛她选择了忍气吞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宫中忽然爆发了鼠疫 所有人都要转移到沃尔西的庄园 在转移的过程中 亨利将她的新宠被吸 塞到了凯瑟琳的马车中 王后和情敌共乘一辆马车 训斥警告的话刚说了一句 侍女就被恶心地吐了出来 大家看着这一幕面面相去 借口是马车太颠簸导致的 企图缓解现场尴尬的气氛 唯独王后的侍女提出异议 不是马车颠簸是她怀孕了 王后听了露出无奈的眼神 只能开口让车夫继续行驶 待马车顺利抵达目的地后 凯瑟琳既没有选择隐瞒事实 也没有选择暗中对她下杀手 而是心平气和地告诉了亨利 没想到她竟露出惊喜的表情 毫不客气地命令她换她过来 说话的语气就像对待侍从那般随意 当去认识女肚子里的孩子 是她留下的肿后 亨利高兴地像个200斤的傻子 当着妻子的面就轻抚她的肚皮 并要求凯瑟琳接纳她留在身边 好好休养直到生下孩子为止 就算凯瑟琳不满也无济于事 没有儿子的女人就没有话语权 在沃尔西庄园的第一个夜晚 财大气粗的主人大摆言喜 深得国王宠信的权臣 大胆挑衅过弃王后的权威 当众举杯庆祝国王喜获林儿 众人听了后都一头雾水的模样 纷纷表示才知道王后再度有孕 被架在火上的凯瑟琳难堪及了 亨利却毫不给面子的接过话茬 不得不说亨利想要儿子想疯了 凯瑟琳则冷笑一句离开了现场 她迫切需要推翻沃尔西的机会 结束晚宴之后 厚脸皮的亨利照例来到妻子房间 轻密地聊起她的发丝求欢 凯瑟琳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为何她能放任沃尔西羞辱自己 为何让她的新欢继续服侍自己 然而亨利却满不在乎地说 她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 我只爱你一个人呀 让她怀孕是上帝给我的机会 她的言下之意 就是没有儿子是凯瑟琳的问题 是她做了什么违背上帝旨意的事情 她说这话的内涵 就是在怀疑凯瑟琳的清白 怀疑她和亚瑟已经圆过房了 凯瑟琳明白她的怀疑不是空穴来风 肯定是沃尔西从中挑拨离箭 她恨不得立即解决掉这个麻烦 果然瞌睡来了就有人递枕头 斯坦福匆匆找到失眠的凯瑟琳 将打听到的小道消息告诉了她 沃尔西在门房有一间上锁的房间 里面堆满了耀眼的金银珠宝 全都是法国人贿赂沃尔西的证据 凯瑟琳自认为捏到了敌人的七寸 兴致勃勃地冲进亨利的书房 想要揭发此事推翻沃尔西时 却看见他们在书桌前忙碌着什么 稍一打听后才得知 被嫁法国老男人的玛丽公主 已经成功熬死老公重获自由 现在亨利又在为她责血 想卖个好价钱压榨她的最后价值 显然亨利不准备旅行之前的承诺了 凯瑟琳也在这件事后 明白了亨利是个虚伪无信的人 因此和她发生了剧烈的争吵 因为气恼她失去了应有的理智 口不择言指责她昏庸无道 偏听偏信沃尔西的谄媚之言 她不过是收了法国人的钱 为法国人办事罢了 这是亨利的心里话 他需要的是乖巧听话没权势的人 同理可得的是 他想要的老婆也很简单 乖巧听话会生儿子就足够了 插手自己生活方方面面的凯瑟琳 让她觉得像的老妈子 她烦了和她一起过日子 凯瑟琳此次的行为 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但她依旧没有放弃王后的权威 回去房间就写信给法国的玛丽 告诉了她亨利违背承诺的事 收到嫂子来信的可怜公主 立即和心上人查理结婚了 她的幸福又一次导致了争吵 亨利知道这件事后掀翻棄盘 怒斥凯瑟琳不应该干预这件事 并且小心眼地翻起了旧账 指责凯瑟琳同样不守承诺 没有给自己生下儿子 儿子就是凯瑟琳的死穴 她被说得哑口无言 就在两人陷入沉默的时候 被吸的肚子 也到了瓜熟滴落的时间 王后拿起未消毒的剪刀 直直冲向正在生产的情敌 她的疯狂吓到了街声的侍女 所有人都极尽全力阻拦她 只见凯瑟琳利落手起刀落 给男产中的情敌一个侧切 孩子才顺着产刀顺利降生 象征平安的哭声响彻产房 产妇和婴儿解除危机后 凯瑟琳才分出心思给其他人 质问他们 你们以为我想要干什么呢 说着就抱起代表希望的男婴 步履沉重地走向国王的书房 亨利听闻是他期待的儿子后 立即将孩子抱在了自己怀中 与女儿玛丽出生时判若两人 从此正经的妻女沦为陌生人 她整日都和私生子待在一起 凯瑟琳望着其乐融融的一家子 内心的苦涩与悲伤无人知晓 更为憋屈的是自己的肚子也不够争气 迟迟没能再怀上孩子 然而因为她的冷眼相待 唯一的女儿玛丽也要保不住 亨利轻易听信沃尔西的建议 要将年仅五岁的玛丽公主 送去和法国王子联姻 法国和凯瑟琳的母家是世仇 联姻无意把女儿推向火坑 但亨利丝毫不在意玛丽的死活 梁博对凯瑟琳说道 直接把凯瑟琳赌的话也说不出 但她并没有这点困难就妥协 而是快步回到自己的房间写信 她已经成为西班牙国王的侄子 一同前往法国的加莱虎口多时 和她的女儿玛丽进行联姻 此举的深意在一箭双雕 这样不仅可以巩固两国联盟 还能借机稳固她在英格兰的地位 当亨利一行人的队伍抵达加莱时 恰好与赶来的西班牙国王撞上了 亨利对她的到来表现得很诧异 似是不喜见到凯瑟琳亲近母国 两国联姻的好处自然也听不进去 她还是更倾向和法国太子进行联姻 但法国国王似乎不是这样想的 她对着年幼的玛丽公主挑三拣四 一会儿说她脸色苍白不好生养 要挟亨利割血出百万金币陪价 一会儿又怀疑她血统的纯正性 拿凯瑟琳上一段的婚姻说是羞辱 一向好面子的亨利瞬间就怒了 说着就约法国国王去外面干假 这是一场完全被人碾压的搏斗 亨利被狠狠压在地上不能动弹 在众人面前面子里子全都没了 可怜的凯瑟琳成了她的出气筒 她受尽了冷暴力后落寞的离开 迎面走来的女人是她曾经的侍女 如今嫁人生娃过着还不错的生活 罗莎只一眼便看出前主人有心事 通过交流后明白了凯瑟琳的处境 但她人为言轻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凯瑟琳看着她洋溢在脸上的微笑 内心对她的情感十分复杂 既有好姐妹寻到好归宿的欣慰 又在她的幸福对比下 映衬出了自己婚姻的可悲 于是她三言两语结束了对话 快速终结了久别重逢的快乐 落寞的转身离开了这个地方 凡心是一桩接一桩的来 夜里的时候 凯瑟琳又收到了梅格的来信 她请求哥哥出面解除糟心的婚姻 没想到这又成了两人吵架的导火索 话说亨利真的是贱呀 不爱了就各种心理打压 总是死死咬着凯瑟琳的痛不放 诞生儿子和爱情 婚姻是一样的 不是靠单个人就能完成的事情 双方都应该为这个结果负责 这次加莱对凯瑟琳来说 全都是痛苦的记忆 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 她明白了女儿对自己的意义 也要归功于她的前世女罗莎 是她百事实讲道理点醒了她 曾经的主仆说完最后这句话 英格兰国内传来暴动的消息 亨利一行人匆匆结束外交行程 连夜乘船赶回伦敦处理叛乱 玛丽的婚事自然也是不了了之 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后 她们终于在第二天晚上上岸 意外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独自坐在马背上的玛丽公主 突然消失在了所有人面前 凯瑟琳看着空荡荡的马背 疯了事地冲下马去找女儿 幸好孩子很快就被找回来了 但在凯瑟琳心中留下一根刺 失而复得的情绪包裹着她 凯瑟琳开始主动亲近孩子 同时教导她学习为王之术 从出生就被留守的孩子 终于等到了亲妈的关怀 哪怕不久之后 凯瑟琳再度有孕了 也没有舍得对孩子放手 而伦敦暴动的原因也找到了 一方面是外国移民挤占工作机会 导致本国百姓陷入赤贫之中 一方面是新教的大肆宣传 鼓吹受压迫的百姓进行反抗 凯瑟琳本人深受母亲的宗教影响 也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 如今薪酬就恨一起算账 她开始焚书坑儒 烧毁了许多的新教书籍 一时间整个伦敦城 都陷入了草木皆兵的状态 她的暴躁 激进 惹怒了身边的所有朋友 她众叛亲离了 深受打击的女人 深夜腹痛再度流产了 腹痛难耐的凯瑟琳 被心腹公主抱抱回了房 同时为了掩盖流产的事实 还关上了正明清白的那道门 这一幕要是落在有心人的眼中 足以摧毁他们在国王心中的信任 但现在的凯瑟琳可想不了那么多了 她要保住自己受宠的地位 她要清洗掉流产的痕迹 她也不能让亨利知道儿子没了 于是在她哀切的恳求下 斯坦福答应帮她保守秘密 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的女人 在第二天扬作无事发生的样子 挺着肚子掺着腰继续参与书密院会议 只是她已经被亨利排除在国事之外 而昨晚她腹痛的时候 被男人人抱进房间的画面 也被人看见告诉了亨利 污蔑她深夜和其他男子优惠 男主角就是亨利信任的大臣斯坦福 于是亨利的走狗沃尔西大主教 当众以叛国罪对她发难 不听他们解释就直接压进伦敦塔 等待亨利做出判决和发落 凯瑟琳知晓这是对她的污蔑 邪肚子以令天子 恳求亨利对待自己的盟友温和谐 亨利听着妻子为别的男人求情 他故作深沉地思考了一会儿后 答应凯瑟琳不会急于赦免她 然而她却在断头台上食言了 毫不留情地下令斩杀了斯坦福 我不杀伯仁 伯仁却因我而死 马吉姨妈也受到连累失去财产 加上之前凯瑟琳的种种骚操作 她已不再忠于激进癫狂的王后 于是她为了拿回被收走的财产 主动进攻找亨利投诚和揭秘 她说出了凯瑟琳隐瞒的真相 她的话宣道了凯瑟琳的死刑 次日亨利已和她外出狩猎的借口 将凯瑟琳骗到了偏僻的森林深处 趁着她不注意的时候 直接拽着她的衣领拖到溪水边 她将自己始终没有合法儿子的国 不留余地地扣在了凯瑟琳的头上 凯瑟琳试图用过去的情谊 来重新唤醒亨利心中的爱 只是她忘记了男人的通病 说不爱了就是真的不爱了 怎会因一点点回忆改变呢 最后男人绝情地转身离开 徒留凯瑟琳一人痛苦挣扎 就如在这份爱情中的两人 一个早已觅得心的一中人 一个还在原地苦苦地等待 凯瑟琳失宠受影响最大的 是她唯一的女儿玛丽公主 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 亨利接了她的私生子进宫 侍女养大的孩子缺乏教育 教过无数遍的拉丁语知识 在朝沉面前辈的磕磕巴巴 而被忽视的玛丽公主一听 就能够一字不落地送出来 然而表现优异的女儿得不到 父王的一句赞赏或是眼神 表现差强人意的儿子 却被受封了各种头衔 年幼的孩子不知道自己不被欢迎 稚嫩的目光中充满了不解和气恼 玛丽变成血腥玛丽 一切都有技可循 都是原生家庭的悲哀罢了 后来的凯瑟琳终于明白 自己的存在就像伊丽莎 一直隔应亨利令她不爽 她也会令自己的女儿不爽 于是她主动提出远离王宫 离亨利的生活离得远远的 但为保证女儿光明的未来 她永远都是英格兰的王后 在她离开的前一天早上 一手牵着女儿一手提着鸟笼 母女携手穿过漫长的花园小道 放飞了那只失去自由的龙中鸟 它们人人都是只失去自由的鸟 或许它们都曾经被龙子铜化过 忘记了昔日翱翔天际的滋味 但终有一天会重新找到自己 拼尽全力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天 而凯瑟琳的那片天一直没有变过 女人光脚踩在泥泥的小路上 一路虔诚地来到教堂里祷告 恳求仁慈的圣母赐给她儿子 说完幼府地上亲吻以示忠诚 她是阿拉贡的凯瑟琳公主 作为双王之女有足够的资本 却以嫂子的身份嫁给亨利八世 婚后俩人共同孕育多位孩子 最后纷纷早要只剩下一个女儿 后世称为血腥玛丽的玛丽一世 想儿子想得发疯的亨利八世 认为娶嫂子的行为冒犯了上帝 从此留莲花丛冷落自己的妻子 不甘寂寞成为妻妇的凯瑟琳 趁着每周一次夫妻聚餐的机会 恳求丈夫继续履行夫妻的义务 可男人看着她露出为难的神色 虽没直接拒绝却转移了话题 这时一个侍女上前打断了对话 她借上菜扭捏着释放女性魅力 亨利王八看绿豆和她看对眼了 回到房间后扒了颗石榴灌进去 依旧没有缓解身上发出的火气 换上睡袍就跑到凯瑟琳的房间 她东张希望没找到妻子的身影 便将搜主意打到了侍女的身上 只是回头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狗腿子侍卫便心领神会地上前 凑到她耳并说出了国王的意图 侍女不舍地放弃潘高知的机会 乖巧顺从地跟到了亨利的房间 此时正在小教堂祷告的凯瑟琳 还不知道她的丈夫和她的侍女 正搅活在一起给她种青青草原 显然这不是亨利首次吃窝鞭草 凯瑟琳在世女们的服饰下更衣 满心期待可以等到丈夫的重新 可突如其来的呕吐声令她吃惊 这个女人也怀上亨利的孩子 凯瑟琳敏锐察觉到异常的气息 以和她谈心的借口把她留下来 只是她的信任终究敌不过野心 她找到国王的代言人红衣主教 说出自己怀上国王孩子的事实 主教大人立即吃惊地抬头看她 玄机安排她去偏僻的庄园养胎 但亨利做的恶心是远不止这种 此时阴法两国的关系极其紧张 为了缓和两国的关系避免战争 红衣主教提议为和平进行联姻 她不接受女儿像商品一样估价 更何况对方还是她母族的死敌 她跟自己心爱的丈夫说 哪怕我毫无底线的深爱避下你 也无法以你的快乐为我的快乐 可铁石心肠的亨利没丝毫感动 强硬地表示你做不到也要去做 然后就狠心地甩开她的手离开 不被宠爱的女人就是如此悲哀 连自己唯一的女儿也保护不了 与此同时 祝法大使喜气洋洋地赶回家里 告诉女儿们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她负责安排英法两国国王见面 提醒他们要好好准备抓住机会 不要错过飞上之头的大好时机 英国小公主和法国小王子连英 俩人在父母的见证下靠近彼此 小女孩毫不顾忌地开口要吻她 然后优雅大方地上前搂住脖子 不过男孩全身地抗拒抢了她 然后又恶作巨师地推了她一把 订婚宴瞬间变成了小孩过家家 亨利对女儿露出不赞同的眼色 但依旧没有停下那条花花肠子 眼睛滴溜溜地四处乱转找对象 看见了对面如花似玉的姐妹花 他们正是外交使臣柏林的女儿 得知国王意图的大事找到玛丽 告诉女儿家族报复的机会来了 荣华富贵已经在朝着他们招手 天色才刚刚暗下一会儿的时间 玛丽就被带到了国王房间见面 亨利掀开她头上暗红色的围帽 露出了低垂的年轻貌美的俊脸 抬起她的下巴仔细打量一会后 亨利果然抑制不住体内的热情 漂亮没有灵魂的女人缺少征服欲 亨利很快就对玛丽失去了新鲜感 她也落得个夜夜独守空房的境地 父亲托马斯为此感到无比的焦虑 全是地位财富要被国王夺回去了 今年的时间像溪水般流逝得很快 亨利在新年夜接见大臣们的时候 布朗特夫人也临产了 经过一整夜的折磨挣扎 顺利生下一名健康的男孩 他骄傲地看着床边的儿子 仿佛已看到他继承大桶的样子 当这个消息送到亨利耳中时 他兴奋地丢下所有的国事政务 策马奔向了他心心念念的儿子 亨利僵硬地抱着小小的人儿 将他高高地举起来确认性别 然后像抱着西式珍宝一样小心 不停感激着上帝显灵送他儿子 亨利的激动也不难理解 不仅是拥有继承人的兴奋快乐 还意味着他得到上帝的宽恕了 于是他大肆宴客庆祝这件喜事 向全世界宣告他没有错 人类的悲喜是不相通的 亨利的快乐建立在凯瑟琳的痛苦上 因为爱着这个勇猛的男人 也因为政治联姻的局限性 凯瑟琳忍痛喝下了那杯酒 祝贺丈夫有了儿子证明自己 然而更有危机感的人不是凯瑟琳 是女儿被国王厌弃的使臣托马斯 他无法眼睁睁地看着熟鸭子飞了 于是立马找到更有心计的小女儿 聪慧的安妮 柏琳读懂了她的意思 女孩是一个活得足够清醒的人 她直接跟父亲坦言道 就算她看上我一世 谁能保证她能看上我一世呢 安妮有更大的野心和追求 亨利的王后之位才是她想要的 父亲对她的能力表现出极大的认可 安妮心中也有了一些好主意 男人像猴子般攀上高台 拯救被囚禁的女神陛下 却被她魅惑的眼神倾倒 亨利觉得心脏彭彭乱跳 说是一眼乱年也不为过 摘下面具的安妮明媚照人 亨利看着她再也挪不开眼 然后趁着交换舞伴的机会 亨利将安妮换到了身边 你人是安妮 近距离的接触让她更加确定 女孩就是自己苦苦追寻的真爱 然而在无人注意的角落中 托马斯 柏林递给主办方一袋金币 所有的巧合不过是父女俩的阴谋 只为了拥有可能一见钟情的机会 他们的计谋顺利达成了 亨利迫不及待召见了她 亲密挽着托马斯的肩膀 夸赞她在外交上的成就 并且为了表达感激之情 将她受封为加德爵士 这是英国爵士的最高训位 同时任命为王室财务大臣 这速度简直比做火箭还快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一切都是有条件的 亨利毫不避讳地指出 她想要她的女儿安妮 老狐狸有什么不能牺牲的呢 她大方告诉亨利女儿的行踪 她即将进宫成为王后的侍女 亨利眯着双眼暗爽起来 她又可以去吃窝边草了 此时在自家草坪晒太阳的女人 也在思考着下一步的攻陷计划 然后毫不犹豫地和男友说分手 之后便无情地转身离开了草地 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势地位 是没有什么不能被舍弃的 只是苦了痴情的凯瑟琳 还在幻想能重获丈夫的爱 然后在等待中逐渐枯萎死去 安妮进宫的日子很快就到了 她在重视女中显得尤为突出 所有男人们都对她看直了眼 亨利更是毫不掩饰对她的兴趣 只勾勾盯着她的背影也不眨眼 俩人的互动全落在凯瑟琳眼中 她敏锐地意识到俩人的婚姻 在该女子的掺和下怕是不长久 她把自己的苦恼全告诉了娘家人 但远嫁的女儿她们鞭长莫及 凯瑟琳的直觉准得可怕 安妮 柏琳最擅长欲情故纵 她趁着国王落单的机会 故意出现在她眼前晃悠 惹得亨利在做梦的时候 满心满脑想着念着的对象 都是这个妖艳狡猾的女人 亨利从梦中的世界获得灵感 醒来后进行一系列的追求计划 先是命人打造一批华丽的珠宝 下人都误会是给王后凯瑟琳的 又像矛头小子似的研究诗词 认真程度比批阅奏折还用心 但安妮想要可不是简单的珠宝 她把亨利送的珠宝尽数退回去 男人挫败地看着这些俗物 撇到了安妮留下的一封信 男人不懂女人的绿茶发言 只觉她是不拜金的天使女孩 安妮在她心中的分量又重了些 恨不得能立马飞到她的身边 告诉她你就是我想宠幸的人 王后轻轻摸到丈夫的手背上 恳求她今晚不要再冷落自己 没想到亨利搜地抽回手 至于夏凯瑟琳在尴尬地颤抖 她听着妻子的表白也动摇过 缓缓起身来到凯瑟琳的身边 轻轻附身在额头留下一个吻 却无法突破心理障碍给更多 快步走出房间来到一处舞会 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的女人 成了她今夜泄火的绝佳对象 是从立即心领神会地走向她 趴在女孩的耳边留下一句话 成了又一个被国王糟蹋的人 可怜的凯瑟琳却仍旧不死心 像是女小心翼翼地询问行踪 话音落后留给她的只有沉默 这也同样不好受的还有亨利 她虽然有一个美人陪伴在怀 但郁闷的心情没有得到释怀 她送安妮的珠宝不仅被退回 还被告知眼前的这个男人 是和安妮有婚约的落魄诗人 她以喜欢诗词的借口接近她 然后凑到她的耳边质问男人 早被告诫过的男人不敢说真话 哆嗦地说安妮长得那么漂亮 任何男人都有责任去爱她 这只是她一厢情愿的暗恋罢了 醋坛子打翻的男人放下心来 又开始给她喜欢的人写情书 你不肯接受这些珠宝让我忧伤 这些珠宝是专门为你而造的 为何我视你如珍宝 你却自认渺小 我恳求你 我的小心丹 请快速回宫 安妮得意地读着亨利的来信 聊起头发往后狠狠一甩 跟哥哥炫耀脖子上的项链 只是作为国王向来随心所欲 亨利追求女人也不委屈自己 很快又勾搭上一个美艳少妇 但她再次在人前出现的时候 发现安妮已经从家里回来了 脖子上还戴着她准备的项链 亨利觉得应该收获美人心了 便跟她说悄悄话私下再见面 发现女儿在前面等她的时候 她又变成一本正经的词服一样 眼前副词字笑的温馨场景 令凯瑟琳有种幸福的错觉 只是回头看到的那抹歉影 让她充满危机却不敢多说 但她的幸福真是一场泡沫 结束人前夫妻恩爱的演戏后 亨利就迫不及待地去找安妮 七拐八拐地穿过幽深的走廊 在一个转角处看见了心上人 上前深情地抓着安妮的小手 开始用毕生所学表白说情话 只是下一秒就掐着她的脖子 质问刚和她说话的男人是谁 亨利听见是哥哥后就放心了 刚想和安妮有进一步的接触 就被她以服侍王后的借口推开 看着消失在前方的背影 亨利仿佛魂都被勾走了 跟她说的话全听不进去 不停回味着刚才的美好 这就是欲擒故纵的魅力 让人心痒痒地走不出来 回到宴会的亨利也无心跳舞 眼睛恨不得粘在安妮的身上 看到她和别的男士亲密跳舞 她心里五味杂陈的不是滋味 知道安妮对着她露出微笑后 她才觉得天空重新变得晴朗 激动的鼓掌回应她对她的爱 爱情得到回应的男人 向上了马达般拥有活力 找到独处的机会就写信 甚至在最后落款的地方 留下你的仆人 亨利的字样 托马斯很满意现在的进展 安妮彻底拿下这个冤大头 不过是时间多少的问题吧 别看亨利对安妮言听计从 就误会她是个无脑的痴汉 其实她是一个精灵的国王 为利益不惜牺牲妹妹的幸福 将她嫁给又老又丑的男人 英国公主趴在门缝里偷窥侍卫 被她健硕的身材撩得口干舌燥 不停吞咽口水恨不得生吞了她 然后便以斗地主三缺一的借口 将男人叫到了自己的闺房见面 只是查尔斯刚扶着把手坐下来 侍女们拾去地起身离开了船舱 留给俩人独处的完全私密空间 年轻的男女忘记了彼此的职责 在这送驾船上过起了夫妻生活 可是无论船只走得再慢 终究还是抵达了目的地 公主玛格丽特见到了联姻对象 不想竟真是又老又丑的老男人 她拖着被一圈一拐地走下楼梯 激动万分地来到玛格丽特身旁 张大嘴巴露出一口大黄牙说道 我会努力和你生很多很多孩子 玛格丽特看着她猴子般的座台 被她的话吓到恨不得原地去世 俗话说皇命不可为 玛格丽特逃不掉被结婚的命运 在充满祝福的优美旋律声中 眼含泪水和老男人完成了婚礼 在她的脸上看不见一丝的幸福 只有被命运捉弄的恐惧和苦涩 紧随而来的新婚夜更令人惊惧 床边围满了看热闹的王公贵族 哪怕是床帘都被拉上看不见光 他们也是硬生生地站着不离开 而是探着头静静地围观听墙角 一直等到天亮拉开床帘 得到公主肯定的答案后 他们才欢快地鼓起掌揽 似是在庆祝国王的勇猛 玛格丽特直接被整傻眼了 好不容易接受了这个事实 他才知心上人要回国交差了 这简直比昨晚的事还难接受 他无法想象无依无靠的生活 查尔斯所说的话饱含深意 公主瞬间就领会了真内涵 一个人待在窗边思考了许久 看着归家的船只做了个决定 悄悄靠近独自沉睡的老国王 他四处张望没看见其他人后 轻轻拿过老国王身旁的枕头 狠狠捂住他的嘴鼻不能呼吸 直到泛黑的脚底板不再动弹 他才喘着粗气停止继续发力 丧偶的公主顺利成章 踏上了回家的路 虽然该国的王公贵族 都知道是他所为 但国王的儿子不费吹灰之力 坐上王位 本就十分感激 自然不会为难马格丽特 他如今为难的反倒是 自己的哥哥亨利 查尔斯听着公主无力的叹息声 也踏出了勇敢的一步跟他求婚 情投意合的俩人 哪有不应的道理 于是他们先斩后奏私自结婚了 亨利知道这件事后十分震怒 他觉得作为国王的权威被挑衅了 惩罚完不听话的皇妹之后 亨利依旧觉得不足以消气 决定去野外起码散布解气 却被一滩烂泥拦住了去路 鲁莽国王不听劝非要过沼泽 结果称单断裂狼狈地摔进坑 剑起的巨大水滑逗笑了众人 亨利在挣扎中渐渐没了动静 侍卫健壮赶紧入坑去救国王 费了老大的劲才把他捞出来 狠狠拍了他的后背才吐出水 此时他的口鼻都塞满了淤泥 要是再晚一步后果无法想象 死里逃生的男人接受不了失败 身体渐渐衰败出现一系列问题 最后经过太医的放学疗法后 才让他重新焕发生机活过来 生死劫难让他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 如果我死了 能留下什么呢 我甚至没有一个合法的儿子 于是亨利得出一个愚蠢自私的结论 他一定要跟现在的妻子凯瑟琳离婚 娶安妮柏林为妻生下合法的继承人 并且命红一主教帮他筹谋离婚的事 然后堂而皇之为他的私生子小亨利 加分为萨莫塞特公爵拥有继承权 亨利给私生子带上王冠的这一幕 狠狠刺痛了王后凯瑟琳的心 随着红衣主教沃尔西点头承认 凯瑟琳依旧不愿承认亨利的渣 欺骗自己丈夫是爱女儿玛丽的 并将这种行为归罪主教沃尔西 认为是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王 于是他自欺欺人的广恩不失 企图收获的铭心能挽回丈夫 每日都诚恳地祷告祈求上帝 保佑他的婚姻爱情和和美美 这时亨利推门来到他的小佛堂 凯瑟琳惊喜地站起来朝他走去 没想到男人此行为了提离婚的 他说两个人的婚姻早该结束了 甚至拿没有领结婚证的事说事 直接否认了持续十几年的婚姻 接着命令他尽快选择新的住所 然后搬出属于国王妻子的婚房 说完便毫不留情地离开了这里 徒留凯瑟琳一个人悲痛地哭号 然而亨利做的蠢事远不止这些 他狠心剥夺了凯瑟琳的抚养权 向年幼的玛丽公主送风帝生活 或许是母亲此时的神情太过哀伤 小玛丽牢牢记住了母亲说过的话 当她成为英格兰的守卫女王时 才会手段血腥地恢复母亲信仰的宗教 给后世留下血腥玛丽的骂名 恋爱脑的男人有多可怕 只是心上人送来的首饰 她可以盯半天解读意境 一个长发女人站在船上 船尾巴上挂着一颗钻石 男人产生出无限的联想 于是她策马狂奔去见她 燃烧的火焰吞噬她的理智 她甚至允许安妮参与证务 并将她的出格定义为坦诚 而另一国之主失智的原因 仅是安妮的一句空口成梦 我会为你生儿子的 得到偏爱的女人无比放肆 她在服侍王后洗手的时候 也不再有侍女该有的谦卑 歪着脖子正眼也不给一个 更过分的是面对凯瑟琳时 直接翻了个白眼就离开了 自从上次跟凯瑟琳挑明后 亨利不再顾忌王后的面子 宫廷舞会公然和安妮调情 亲密程度堪比热烈的情侣 或许亨利猖狂放肆的行为 仁慈如上帝也看不过眼了 唯一的儿子小亨利去世了 早上才发现感染了汗热病 到了晚上就要是无一归系 简直比弯了亨利的心还痛 内心在憋不住苦痛哭出声 即使是如此悲伤的时刻 他也没忘给安妮写情书 俩人确定是真爱无疑了 滔天的权势滋生出野心 亲友见安妮征服了国王 便开始反向提出新要求 安妮就是这样被她的亲人 一步步推上野心家的位子 甚至压上段投胎没了性命 凯瑟琳试图阻止过这个女人 不要太高估了自己的能量 否则定会玩火自焚美好下场 因为亨利这个男人是没有心的 但正得宠的女人听不尽全 凭着男人对自己的宠爱扬 安妮相信可以拿捏住亨利 毫不掩饰地向人大秀恩爱 有人看着他们那谷腻歪劲 忍不住说了声真是可怜人 森林之旅让安妮肯定了亨利的心 她开始有胆气公然无视王后 亨利也乐于给她长脸撑腰 命大家像尊敬自己一样尊敬她 恰巧此时凯瑟琳也走了出来 安妮见状耍脾气就要离开着 被亨利拉着手恳求不要走 并讨好事地跟小心丹说道 今晚我将和你的父亲叔父共进晚餐 安妮得意却故作矜持地表示 自己的父亲还不配和国王吃饭 随后从怀中掏出一个信物送她 很用心表达了国王的爱慕之情 安妮来到无人的角落 便迫不及待地打开布袋 里面是一条无比华丽的项链 想起昨天王后对她说的话后 安妮便忍不住想要跟她炫耀 趁着夜里服侍凯瑟琳的机会 她把那条项链戴在了脖子上 果然引起了王后的注意 她质问安妮这是谁送她的 凯瑟琳时至今日仍然认为 安妮跟以往的女人没有区别 不过是亨利高价买的女人罢了 但现在亨利可顾不上爱不爱的 英格兰爆发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 这是古代欧洲的皇家露营牌场 金尊银盘水果和蛋糕数不胜数 美景家人和好酒更是缺一不可 在亨利和安妮亲亲我我的时候 不远处的庄园里爆发了汗热病 是为拉开乌气骂黑的窗帘后 一束温暖的阳光射进了屋子 却令床上的男人痛苦地挣扎 察觉异常的侍卫叫来了医生 发现高热下的男人没了意识 这种情况下的昏睡最为致命 赶紧给他翻过身子开始治疗 这次的传染病来得太急太猛 必须采用非常规的治疗手段 于是医生拿起一把尖的铁锥 狠狠定进他的背部放出毒素 鲜血顺着他的背部缓慢流出 渐渐渗透染红了身下的床单 可惜还是没能救回男人的命 然而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 病毒从这座庄园一点点蔓延 接触过他的人都一个个死去 并迅速扩散到伦敦各个角落 由于缺少有效的治疗预防手段 在短时间内就有数千人死去 城内火光四起成了人间炼狱 亨利和安妮约会回到城门口 就嗅到了浓烈且刺鼻的醋味 率先进城的亨利被嫁回王宫 他依旧不忘安抚心上人安妮 同时嘱咐安妮哥哥照顾好他 怕死的亨利一回到他的寝室 就翻出提前准备的大把药物 挨个都吃了遍才稍稍放了心 随后整座城堡都进行大消毒 确保杀死了所有的细菌病毒 就在他和太医商量对策的时候 安妮身边的小侍女出现状况了 她惊恐地表示自己被病毒缠上 安妮却温柔地安慰她不要担心 她只是太害怕产生的恐惧假象 可下一秒小女孩便痛苦地倒地 亨利收到了安妮寄给她的信件 知道她面临的境况后也很着急 甚至想要以身犯险去找心上人 最后在主教的苦口婆心下放弃 为了减少被接触感染的可能性 亨利决定让凯瑟琳也搬离皇宫 并且冠冕堂皇地说是为了她好 不得不说凯瑟琳总是一针见血 毫不掩饰地揭穿了她的真面目 不过亨利的决定真的很及时 安妮和父亲坐马车回乡下时 突然感觉自己无法再呼吸了 大声喊停了正在前行的马车 然后孤身一人从车上跑下来 快步急走在林间小道上发泄 却误打误撞地救了自己一命 因为运动排汗才是致病良方 亨利也因恐惧陷入了梦眼中 他看见正在吃的鲜鱼长满驱 被噩梦吓得惊醒过来后 他立即遵从医嘱去运动 掀开被子从床上跃下去 像小马达似的跑了起来 生怕被病毒感染丧了命 然而越是怕什么就来什么 为他送餐的侍卫也倒下了 吓得亨利丢下政务逃离皇宫 驾着宝马躲到了山顶的城堡 他还升级了住所的防护措施 无论是谁都不能靠近他身边 凡是经手的物件都需要消毒 孤独寂寞却令亨利也不能寐 只能依靠画像缓解他的思念 所幸的是安妮的命足够顽强 成功战胜狡猾的病魔清醒过来 伦敦城内的病毒也尽数消散退去 亨利终于重见天日去街星上人了 他们在当日分别的城门外重逢 搂着彼此激动的拥吻倾诉情思 生离死别的遭遇坚定了彼此的心 亨利要不择手段地跟凯瑟琳离婚 这是惊天动地的皇室离婚案 亨利八世以一己之力挑衅教会权威 要和发妻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 只因他没为自己生下一个儿子 他为摆脱凯瑟琳做了很多努力 先是威逼利诱本国主教作伪证 污蔑妻子在婚前就失去了贞结 然后趁着规定的夫妻聚餐时机 试图说服凯瑟琳主动放弃婚姻 他表示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他们的婚姻是不正当不合法的 凯瑟琳怎么可能会接受安排呢 他们的婚姻结合虽然没有爱情 但这不是两个人或两个家庭的事 而是两个国家之间要解决的问题 他是不可能让他父亲母亲蒙羞的 安妮则不留于利勾住亨利的心 每天都变着花样地去取悦男人 将他的心狠狠拿捏在自己手中 令亨利恨不得致死也在他身上 被美色迷晕没了智商的男人 甚至还没有离婚就许下承诺 要举办盛大的婚礼召开天下 他安妮柏琳才是自己的真爱 得到亲口承诺的女人更嚣张了 穿着象征黄泉的紫色衣裳出现 或许就是他如此高调的小人行径 为后来的断头台奠定了群众基础 不过安妮的高兴没有维持太久 就得知亨利的离婚进展不顺利 她的王后梦被无限期延迟实现 恃宠而娇的女人朝亨利撒脾气 然后以离开王宫为手段施压 逼着亨利尽早出力吊凯瑟琳 亨利此时已离不开这个女人 连夜恋情想要讨得她的欢心 并且找到安妮的父亲托马斯 恳求她带话给女儿尽快回宫 她会冲破教会的阻力去离婚 在亨利的王权施压下 全欧洲首例离婚案如期举行 凯瑟琳戴上象征王后的王冠 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 她的婚姻牵挂着所有人的心 全城的百姓都跑来为她加油 最后面对丈夫无端端的污蔑 她禁止跪倒在亨利的位子前 最后的离婚官司因为凯瑟琳 提前退场而不了了之 亨利究竟会用何种手段 达成生儿子的愿望呢 凯瑟琳王后的侍女成功上位 乌姬便凤凰成了国王的挚爱 不仅为她授予了侯爵的封号 还为她突破神权的桎梏结婚 安妮成了亨利的第二任王后 因为安妮不满凯瑟琳助攻中 亨利为了讨好获得新欢的爱 便不择手段将就爱逐利出宫 凯瑟琳看着窗外刺眼的恩爱 知道再也没有挽回的可能性 便失魂落魄地离开了伤心地 然而在她坐上马车离开之时 全城的百姓都来欢送前王后 并表达对她的支持拥护之情 但亨利真是一个绝情的男人 再而三地逼着她害皇家珠宝 最后拿他们的女儿玛丽威胁 阴谋得逞的臭男人洋洋得意 转头将这套象征王后的首饰 赠送给了新欢安妮当作礼物 并为她筹备了盛大的加冕礼 沉浸在喜悦中的女人回房后 在桌子上发现了三张扑克牌 其中一张牌的人物被断了头 这事预示更是一种无声威胁 但正如日中天的女人不相信 她有国王的宠爱什么也不怕 依旧高调放肆地举办加冕礼 然而这只是安妮柏林的自害 在马车巡游的路上没几个人 更别提会有人脱帽表祝福了 他们只承认凯瑟林一个王后 乐队的喇叭抬起的瞬间 暗处的杀手瞄准了安妮 她看好时机拉开了枪栓 却因枪法太烂直接打偏 反而把后面的侍卫杀了 由于现场的音乐声太大 盖过了子弹入肉的声音 亨利一行人没发现一场 整支队伍按计划往前走 等杀手装好子弹的间隙 她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 挨了枪子倒下的无辜侍卫 垃圾式的被塞进桌布底下 速度之快好像啥也没发生 当托马斯骑马追上亨利时 她也粉饰太平地搪塞过去 谁也不能阻挡柏林家的好事 王后加勉仪式顺利地进行 安妮坐在主位上十分端庄 努力表现一国之母的风范 当新教的大主教要加勉时 亨利喊停了接下来的动作 然后接过象征王后的王冠 亲手戴在了安妮柏林头上 宠爱袒护之意图不言而喻 随后就是权杖交界一事了 安妮接过君主的王权象征 一把权杖和一个权力之求 露出尘埃落定的胜利微笑 冗长的王后加勉礼结束后 安妮再次恃宠而交表不满 亨利不想她陷入不满忧伤 温柔地转移话题安抚安妮 不要钱的情话脱口而出 你现在是我的王后了 只要我为你开心就够了 于是被哄好的女人回到宴席 坐在主位上感受欢乐的氛围 还有盛大的烟火晚会等着她 安妮和姐姐站在窗口看着她 露出了比烟火还灿烂的笑容 谁能想到破落贵族的小女儿 能打败双王之女站上高位呢 加勉礼过去还没有几天的时间 安妮柏林兴奋地到处找人炫耀 英国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默契 喜欢吃苹果意味着怀上了孩子 作为外祖父的托马斯更为嚣张 立即来到玛丽公主居住的城堡 告诉了她父母婚姻无效的事实 而且玛丽也失去了公主的头衔 从现在开始变成了玛丽小姐 并挑衅说现在她女儿才是王后 或许就是从这一刻开始 在玛丽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并在未来的岁月长河终生根发芽 成了人人畏惧的血腥玛丽 十月怀胎到了瓜熟蒂落的时节 安妮在一众侍女的协助围观下 拼上半条老命要为亨利生儿子 结果被告之声下的是个女宝宝 女人听完后直接皱脸痛哭出声 她心心念念十个月的儿子没了 原本跟使臣笑得贼开心的亨利 得知王后生下女儿也瞬间变脸 拉下脸的样子像丢了十座城池 她冷着脸来到安妮生产的房间 面对妻子苍白着脸道歉的样子 她苦涩留下一句我们都很年轻 上帝还会给机会生下子的话 就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开了此地 一眼都没看新生女儿伊丽莎白 夜里就找来女人发泄胸中玉气 亨利八世对安妮是有气的 当初她拼命离婚和她结婚 就是安妮承诺会给她生儿子 而且在她怀孕的十个月时间 得不到满足的亨利夜夜难眠 哪怕在舞会上看中了新侍女 考虑到安妮的感受也没乱来 做出那么多牺牲到了兑现时 却被告知这是一张空头支票 俩人的真感情就此出现裂缝 亨利又恢复本性随心所欲了 安妮再次开出新的口头承诺 亨利对此已经充满了戒备 只想迷失在心欢的温暖中 安妮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信号 危机感十足的女人找到哥哥 让她想办法把侍女赶出王宫 乔治最愿意为妹妹操劳奔走 舞会结束后就找到这个侍女 污蔑她偷到王后的珠宝首饰 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她赶走了 亨利知道后生气地质问安妮 为什么要把爱玲诺小姐赶走 安妮应付她的猜疑很有一套 三言两语就把狮子矛顺好了 产后才两个月的她又怀孕了 并且根据战兴师的推演预测 这一胎有九分的可能是儿子 得知女儿怀孕的托马斯 着急地跑到王宫开导她 男人听着女儿的声声抱怨 却不像之前那般附和安妮 反而说这对男人是很正常的事 大富贤贤的妻子不能满足需求时 她是需要到别处寻找一时的慰藉 但那个女人是谁就很重要 最好是她可以掌控听话的 安妮被父亲的话震惊到了 思考许久后却觉得有道理 晚上侍女放柴火的时候 安妮轻易地唤她到身边 东拉西扯说一堆闲话后 安妮才说出了真实目的 国王要成为她的群下沉 侍女听完露出惊恐的神情 手足无措地说不出话来 在安妮王后的死亡凝视下 侍女成了她拿捏亨利的力气 第二天以王后身体不变的理由 跟着亨利一起骑马去林间散步 牺牲清白替女主人讨好了丈夫 亲力亲为促成一切的安妮柏林 却委屈巴巴地躲床上暗自垂泪 王后因丈夫太花心郁郁寡欢 怀胎九月突然腹痛难难 扶着桌子才能勉强支撑 她的手从裙底伸出来后 刺眼的红金呆了重视女 她受刺激直接晕倒在地 即将临盆的孩子流产了 女人躺在床上没了生气 嘴里喃喃着我的孩子 亨利听见后没有安慰她 咬牙切齿地留下一句话 我们不要公告事实 就转头离开了这个房间 没有一丝的不舍和联系 做得最过分的还不是亨利 而是紧随其后来的托马斯 安妮以为能得到父亲安慰 没想到她竟开口质问安妮 究竟做了什么害死宝宝的 父亲的伤口撒盐令她无力 她试图解释却得不到谅解 父亲为利益不停向她施压 警告不要失去国王的宠爱 不然地位财富全都没有了 层层重压下的女人 精神状态出现问题 睡不着就折腾自己 并找哥哥哭诉委屈 她恨玛丽和凯瑟琳 乔治面对妹妹的无理取闹 不停安慰她不要想太多了 但癫狂的女人听不尽忠言 她命令哥哥去处理掉玛丽 还威胁不是她死就是我王 心思太深太坏的女人 频频做噩梦自己被害 被人拿尖刀戳中肚子 缓缓倒地没有了意识 不过梦境的力量很强大 每次她都可以强行复活 暗示了安妮刀枪不入的心 无论是亨利还是其他男人 无法击倒这个坚强的女人 直到那一次出现的梦境 她被白发女人团团包围 然后被装到长长的笼里 玛丽拿火把缓缓靠近后 一把火点燃笼底的柴火 她则被红色的火焰吞噬 顺河流而下消失在镜头 安妮才真的感到害怕了 看着壁炉的方向大喘气 但她没想缓和紧张关系 而是想出了新的馊主意 次日和亨利吃饭的时候 安妮想要为女儿谋一份保障 但她站的角度和格局都很大 亨利被妻子说服答应了下来 然而现实比梦想要骨感多了 法国方面压根就不愿意联姻 只承认和接受凯瑟琳的女儿 玛丽为英格兰的嫡出公主 并且威胁亨利不答应的话 他们会迎娶敌对国的公主 英格兰在欧洲就会被孤立 等嚣张的法国大使离开后 亨利被气得徒手灭了蜡烛 心急的安妮却没发现异常 追着质问亨利那个人是谁 他们爆发了最严重的吵架 谁也不退步不妥协的硬刚 安妮错误判断了男人的爱 彻底把她推到其他女人怀抱 安妮喜气洋洋和亨利携手而来 一改往日的歇斯底里变得温柔 脸上明媚的笑容仿佛忘了悲伤 只是那双信眼狠狠地盯着前方 关注着亨利身边每个人的动态 野心家父亲再次上前给他施压 要求他多为家族荣誉考虑努力 不要总是为儿女之情苦恼烦忧 说完之后他就视心风势地大笑 高调地说现在身边都是好消息 阿拉贡的凯瑟琳王后终于死了 她成了真正意义的英格兰王后 眼中得意的光芒能够穿透屏幕 那日被囚禁四年的凯瑟琳 回光返照见到了女儿玛丽 她与她激动地相拥在一起 再没遗憾地接受上帝召唤 不过在临终之前的凯瑟琳 最后有三件还未了的心事 一是心爱的丈夫亨利都夺 二是俩人无疾而终的婚姻 三是无依无靠的可怜女儿 于是她换来最忠心的侍女 忍痛交代着她死后的事宜 将她的财产都分配妥当后 她还恳求给亨利写决笔信 Dear husband I commend me unto you The hour of my death draws fast on and my case being such the tender love I owe you forces me to put you in remembrance of the health for which you have cast me into many miseries and yourself into many cares for my part I do pardon you all 亨利读着绝笔信嚎啕大哭 终究还是辜负了她的期待 没有善待唯一的女儿玛丽 此事中唯一高兴的是安妮 她以为只要凯瑟琳去世了 她就能高枕无忧地做王后 却不知丈夫又给她惊喜了 自从安妮在三生不出儿子后 亨利就日夜留莲花丛不回家 这日她在西魔家中看直了眼 顺着视线望去竟是一名少女 瞬间向着了摩斯地朝她走去 三魂六魄全都被她给勾走了 于是不计后果地把她带进宫 悄悄安插在安妮身边做侍女 从此她的目光长在女孩身上 不分时间地点地盯着真摩西 毫不意外引起了安妮的注意 但亨利依旧我心我素地看她 被温柔的女孩撩得心痒痒的 于是私下里就约她去空房间 塑造成深情的男人对真表白 甜美温柔的真摩西小姐 你允许我成为你的仆人 忠诚的服饰和爱慕你吗 不得不说她的表白毫无新意 跟写给安妮的情书一字不差 但真实实在在地沦陷了 勇敢接受邀请坐她腿上 亨利还贴心准备了礼物 一条蓝宝石吊坠的项链 更为精妙绝伦的小心思 是藏在内侧的亨利画像 真瞬间被她的用心打动 承诺会用生命去保护她 结果她无时无刻地思念 被眼尖敏锐的安妮看见 狠狠抓过她脖子的项链 发现了隐藏其中的奥秘 安妮被她的野心器疯了 她绝不允许重走凯瑟琳的老路 但她的垂死挣扎没有用 亨利为了方便和真优惠 要回了送出去的隔壁房 此后俩人只隔了一道门的距离 约会成了家常便饭的事情 安妮知道后去找大臣算账 就是安妮这种嚣张跋扈的态度 在日后将自己推入绝望的境地 身怀六甲的王后撞见丈夫出轨 被气得不顾身体想狠揍第三者 结果丈夫为了维护新任心上人 死死拦住安妮不让她动真摩西 受到双重打击的女人再次流产 鲜血渗透白睡裙染红了她的手 得知消息的亨利匆匆赶到现场 曾经的恩爱情侣成了一对怨偶 俩人见面只剩下了埋怨和指责 亨利站在窗前反思俩人的婚姻 她一直都没能喜获林儿的原因 只能将罪归在安妮柏林的身上 现在她得娶新的妻子生儿子 于是曾经的挚爱成了烫手山芋 太医对胎儿进行全面的检查后 发现孩子拥有男性的外形特征 但这个胎儿有畸形残缺的迹象 就是成功生下来也会很快夭折 亨利悲痛地掀开包裹着的白布 更加确认是上帝让她换新老婆 只是她还没有找到合法的借口 这日好友查尔斯找到亨利高密 这真是瞌睡送枕头求之不得呀 亨利安排了最得力的大臣 连夜审讯安妮屋内的侍女 带引导性地暗示他们瞎想 侍女在大臣的威逼力右下 立即展开联想反馈了一场 那日安妮王后的情绪很低落 她的哥哥乔治深夜前来安慰 等他们说完话要离开的时候 侍女发现王后的衣衫滑落在肩 另一个侍女也看见过轻力举动 乔治搂着安妮肩膀亲吻她额头 大臣没想到竟然有如此的收获 快要被这劲爆消息震掉了下巴 毫不知情的安妮还在跳舞 非常有耐心的教室女动作 可能是女人天生的敏锐感 她突然有种强烈的不安感 赶紧派人接回女儿伊丽莎白 很快她与男人私通的证据 快马加鞭送到亨利的面前 一场针对安妮王后的阴谋 或者一场无望之灾开始了 乔治父子已判国罪被逮捕 安妮抱着女儿找亨利求情 请求她看在女儿的面子上 对她的父亲兄弟网开一面 不爱的男人最会翻旧账了 安妮过去的错误被放大无数倍 装装渐渐都成了亨利处死她的理由 无计可施的女人颤抖着 待在房间里等待丈夫的审判 属于她的逮捕令很快下来了 罪名被指控为和亲哥哥油染 她压抑着心中翻滚着的浪涛 想体面地换一套衣服再离开 却被查尔斯催促着尽快到岸 人走茶凉或是人生的常态吧 在前往伦敦塔的阶梯上 她终究是没忍住腿软了 通往塔内的那道小门前 挤压得所有情绪压垮她 在这座无情的伦敦塔里 安妮度过了人生最煎熬的岁月 她亲眼看着哥哥被送上断头台 在刀落血流头断的那个瞬间 她再也绷不住情绪痛苦地哭泣 然而新的背叛和打击还在继续 父亲为躲避问责简举儿女油染 立下大功劳成功逃离了伦敦塔 这是王后面对死亡时的仪式感 梳妆打扮不让自己有丝毫狼狈 同时进行的是新王后的筹备会 只见新人笑不见就人哭得俗语 在这一刻被人阐释得淋漓尽致 导致一切悲剧的男人亨利八世 看着窗外天鹅相拥畅游的样子 或许有那么一刻联想到了中贞 但她痛恨安妮没为她生下儿子 亨利选择吃掉像争忠贞的天鹅 所谓我没有忠贞就干掉忠贞本身 怕就是亨利此时的心理状态了 她将庞大的天鹅蛋糕吃完之后 对安妮的爱已消失殆尽为有恨 于是恨变成了无穷无尽的折磨 每次安妮胜装打扮面对死亡时 行刑日期总是一次次的被延迟 她家主给安妮身心的飞人折磨 终于击垮了这可怜可悲的女人 她哭着恳求负责断头台的大臣 不要再对她说延迟处决的决定 她怕行刑一再往后推延的话 会削减她面对死亡的决心和勇气 她甚至试图幻想这是亨利的仁慈 想要考验后送她去乡下的修道院 大臣的沉默不语告诉了安妮答案 索性亨利的恶趣未得到满足之后 也下定决心放过自己放过安妮了 请大臣转交了一袋二十磅的货币 让安妮有能力支付刽子手的工资 做好死亡准备的女人已不在位局 带着轻松的心情走出伦敦塔的门 坦然的对待来自群众的恶语谩骂 穿过人群禁止走向断头台的位置 好 Christian people 我来到这里来死于法律 而此以我来自身的命令 到的王军 我的王军 如果我每次在我的命中遭受到的王军 一定是在我的命中的死 我现在与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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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你全 祝福的王军 他永远遭我好处 你说 命运的轮回真是奇怪啊 安妮加冕时没得到了认可尊重 断头台上却收到来自百姓善意 他们每个人都摘下头上的帽子 那把被刽子手藏在草垛中的剪 或许是亨利留给他最后的温柔 在生命最后一刻回响他的一生 为女儿伊丽莎白成了他的牵挂 亨利的第二任妻子安妮去世后 他的女儿也被当成私生女对待 被身边服侍的侍女轻视或欺负 他的丈夫亨利八世 这个无比绝情的男人 马不停蹄地筹备着和新欢的婚礼 为了能生个儿子 男人费了两个老婆 大老婆被流放修道院 在贫困交加中落魄死去 二老婆则被送上了断头台 前两任王后的尸骨都还未寒 亨利就和新欢举办了盛大婚礼 只为了实现三年爆俩儿子的目的 为了给他未来的儿子扫清障碍 他还处理了前任留下的孩子 不仅将孩子们贬为私生女 还停掉了他们的生活费 就连换季买衣服的钱 女孩们都拿不出来 玛丽受母亲离世打击 心智也早早被锻炼成熟 他谦逊地写信给无良父亲 为了能够重返王公拿回身份 成为简王后的侍女也在所不惜 即使是这样亨利也没让玛丽如愿 除非他承认他和凯瑟琳的婚姻无效 并且乖乖在这份无效文件上签名之外 玛丽没有任何机会和可能返回王公 无计可施的女孩找了西班牙大使 企图能获得凯瑟琳母国的支持 找不到同盟的玛丽只能孤军奋战 事情的转机在亨利的新王后简 她跟过去的王后都不太一样 在丈夫的面前简是柔情利益的小女人 在其他人的面前她是人美心善的天使 那日她收到神父的结婚礼物 是凯瑟琳王后留下的遗物 一条十字架吊坠的项链 简就暗中下了决心要帮忙 特别是接见了西班牙大使后 她想要帮助玛丽的心更强烈了 在实施自己的计划之前 她先悄悄拿出了贵重首饰 差人送给缺钱的小公主 趁着亨利心情不错的时候 又提出修复妇女关系的建议 希望亨利能将玛丽公主接回来 但简不知道这个男人有多狗 西班牙大使和她会面的时候 亨利就躲在门帘后偷听呢 两个人对话的所有细节 全都被她听得清清楚楚 作为亨利的女人 甘政绝对是件坏事 想想凯瑟琳和安妮柏琳 不过简的态度也十分坚持 她认为大人之间的是非对错 不应该让无辜的孩子们来买单 于是她仍旧不予余力地撮合妇女 孤立无援的玛丽也暂时妥协了 她在父母婚姻无效的文件上 签下她的名字认了这件事 简的撮合和玛丽公主的妥协 妇女俩的关系重归于好 玛丽被恩准重返王宫居住 简与玛丽公主接触之后 对她的德行操守十分满意 跟亨利一起吃饭的时候 也喋喋不休地说她的好话 然而亨利是个小心眼的男人 她本来就不太信任玛丽 私底下还让人试探她 现在自然听不进去 为了阻止简的无脑夸 她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故作深沉的一句话也不说 等女人发现她的异常询问后 才淡淡地说着不开心的话 这其实是亨利真实的心理写照 她想要儿子想得都快要发疯了 简也没有读懂她的复杂 依旧努力修复妇女关系 还不等她真正接纳女儿 她腿上的旧伤又复发了 红肿溃烂让她疼痛难耐 国王的九五之尊太贵重 害得太医们都不敢冒险 只能使用最保险的疗法 却一点也看不见疗效 伤口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亨利难以忍受这种痛苦 将无能的医生全赶走了 这天夜里 亨利睡不着 有一个长相美艳的医女 为她带来了特制的草药 只是敷着敷着就变了胃 女人突然解下她的发簪 金黄色的绣发倾斜而下 蓬松地搭在她的香肩上 露出蛊惑人心的魅惑感 想着迟迟没有怀孕的简 亨利心安理得地接受了 什么也不知道的简西魔 在一年一度的圣诞节上 为亨利准备了一份惊喜 她不仅再次邀请了玛丽 还带回了伊丽莎白公主 亨利看着那张熟悉的脸 产生了一瞬间的正愣感 或是想起了曾经的美好 她对小女儿露出了微笑 玄机又把她抱坐在怀里 似一幅全家福那般圆满 被流放无视的两位公主 终于改变了悲惨的命运 重新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或是简的善良感天动地 不久后她吃饭时的口味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简王后迷恋上吃鸩唇蛋 顿顿吃它好像也吃不够 她的异常引起男人关注 经过事无巨细的盘问后 她露出若有所思的眼神 男人激动地立马站起来 这孩子来得太是时候了 可以说挽救了简的婚姻 在不久前的圣诞节上 和妩媚一女眉来眼去 在床上打得火热的男人 瞬间变成了24校老公 不仅千里迢迢搞来进口鸩唇蛋 还专门打造了一艘土豪金邮轮 等简西摩成功生下她的儿子后 就带她前往威尼斯参加加冕礼 最难能可贵的是 亨利甚至放下男人的骄傲 亲自帮身怀六甲的妻子洗头 不得不说无论在什么朝代 儿子都是女人傍身的依靠 简也瞬间成了最贵重的人 所有人都要朝她行李鞠躬 亨利也化身黏人的小狼狗 时时刻刻陪伴在妻子左右 稍有风吹草动就紧张得不行 抛下正在意识的大臣们离开 只为了感受儿子胎动的震撼 只是想想她就感动地想落泪 不过简西摩真的很懂 要如何做一名好王后 除了最重要的怀孕生子外 她还牢记一条重要的原则 不要因丈夫找女人而难过 也不要动不动就捏酸吃醋 否则就会像安妮柏林那样 被无情地抛弃压上段投胎 十个月的光阴转瞬即逝 很快就到了临盆的日子 她似是预感到了什么不测 跟国王的新欢交代了一言 说完腹中的胎儿就开始动了 王宫内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 亨利得知妻子临产的消息后 立即放下手头上的所有工作 亲自部署安排产房里的人手 国王的御医 教堂的神父 经验丰富的助产师等等 他都做出了周密的安排 然后他又跑到教堂祷告 或许是亨利造下的罪孽太多了 上帝压根就没听到他的祈求 简王后还是难产了 无论他怎么用力挣扎 胎儿就是迟迟生不出来 从天黑到天亮 又从天亮到天黑 几天的时间过去了 简王后的半条命都没了 孩子还是肚子里纹丝不动 亨利颓废地靠在堂椅上 听着侍卫汇报最近进展 选择宝大的还是宝小的 无论对谁来说都是艰难的 经过痛苦的思考权衡后 他还是遵从内心的声音 选了他期待很久的儿子 毕竟妻子再娶就是了 得到国王确切的答案后 寓意没有丝毫的犹豫 打开略显厚重的箱子 从里掏出一把手术刀 准备剖腹把胎儿取出来 幸运的是 孩子顺利出生了 简的生命也保住了 得知生的真是儿子后 亨利激动的热泪盈眶 反复说着我有儿子了 便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一时间伦敦成成了焰火的世界 他们的国王终于后继有人了 还躺在床上无法动弹的简 也被带上王冠家免城后 是被上帝认可的人了 随后是隆重的洗礼 在大家的祝福中 宫中的简王后 却高烧不退 这是产妇最怕的疾病 患上该病的人无一例外 身体机能都会迅速地衰败 然后生命力被一点点的蚕食 简西膜和亨利成婚仅仅一年多 在他对他感情最深最真挚的时候 他为他生下唯一的儿子后死去 成了亨利心中永远的白月光 亨利死了第三个老婆后 又在挨个挑选联姻对象 他唯一看得上演的女孩 是灵国基督教的小公主 可这女孩也不是个傻的 早就听过她的丰功伪计 三个老婆没一个善终的 她的曾旧母凯瑟琳公主 据说被人堵死在修道院 第二个王后是安妮伯林 也是同样的没有好下场 被押上段投胎无辜处死 第三个生了儿子的王后 也应缺少照料产后即死 凡是正常人家的女孩子 都不会嫁这种男人为福 小公主的话狠狠打脸了 来提亲的大使也被羞的 抬不起头也说不出辩解 亨利得知自己被嫌弃后 气得在议会上大发雷霆 情绪失控影的旧伤复发 被示威搀扶着才能回房 大腿跟得囊肿十分严重 大臣们只是稍微靠近点 就被恶臭熏得捂住口鼻 而年龄见长的亨利八世 被疼痛折磨得昏迷不醒 醒后也是不停地冒冷汗 大家都认为他命不久矣 想到年仅几个月的王子 若他离世必定造成恐慌 大家一致决定放手一搏 御医文言准备了手术刀 放在烛火上炙烤消毒后 也没有打麻醉药就动手 挑破了那颗巨型的囊肿 这种痛非常人能够忍受 残忍如亨利也被疼哭了 不过手术的效果非常好 没过几天的时间 他就能一蹶一拐地走路 抱着他唯一的继承人 出现在公众面前安抚人心 只是只有一个儿子的话 子嗣还是太过单薄了 经不起丝毫的风吹草动 在众大臣的劝谏下 亨利退而求其次 决定迎娶另一国的公主 其实从亨利的表现来说 无论是哪个女人都没差 因为自从简细魔去世后 她就陷入了悲伤颓废中 整日把自己囚在黑暗里 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中 听闻他悲伤的癥结所在后 大臣劝慰亨利八世 没有必要徘徊在黑暗中 毕竟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亨利却像是想到了什么 走出暗房后又开始折腾 他要斥巨资建造无双弓 用以纪念他心爱的简 大臣虽然觉得太浪费了 却没有任何立场阻止他 而亨利要他打听的消息 如今也从异国送了过来 给王后人选画像的画师 突然遇到恶极无法绘画 亨利跟之前说的不一样 他非常看重妻子的颜值 婚前必须看到她的画像 临危受命的大事抵达后 却发现公主都戴着黑纱 压根看不清女人的真容 面对保守国国王的质问 无计可施的两位大使 只好弄来一张照片糊弄 还专门写了风赞美信 说新王后的颜值 比灿烂的阳光还明媚 比苍白的月光还皎洁 亨利一听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他非常期待新娘的到来 不久后 公主穿着一身的黑纱 漂洋过海抵达了英格兰 亨利八世盛装打扮 穿着亮闪闪的套装 跑去见自己的新娘 想到那日忍着巨头 纵马狂奔见到的人 颜值实在不敢苟同 她的心就凉了半截 亨利叫嚣着要退火 却遭到了大臣反对 如果拒绝这次联姻 那么英格兰将陷入 孤立无援的境地中 经过再三的思考后 亨利硬着头皮妥协 全程黑着脸的男人 多么期待有人结婚 无论他再怎么抗拒 俩人还是在上帝面前 携手步入了新婚洞房 然而这次新婚夜实在独特 夫妇二人谁也不提睡觉 一直玩扑克牌到了深夜 最后实在是更深路重了 亨利才遣散为官的大臣 人群散去都归于平静后 亨利也尝试着努力洞房 然而不仅他提不起兴趣 新王后安妮也兴致缺缺 彼此都做了心理建设后 新婚夜还是以失败告终 无比甘大地躺了一晚上 次日太医来换药的时候 他表现得十分违靡不振 在他喋喋不休嫌弃的时候 另一边的主教克伦威尔 察觉到国王想退婚的心思后 立即拜访了新王后安妮 提醒她要学会取悦国王 生下儿子傍身才是真本事 不过王后也有自己的苦衷 互相看不上的两个人 无论基于什么目的结婚 都注定无法走得长远 哪怕俩人各自厌笑委屈 也没法强行结合在一起 经过几周干大的相处后 亨利是再也憋不住了 她立即下令召开一回 商讨如何解除她的婚约 于是她卑劣地故技重施 拿安妮过去的婚约说是 想用对付凯瑟琳的手段 来对付这个无辜的女孩 她的命令牵动着无数人 其中受到影响最大的人 就是她的长女玛丽公主 在亨利和王后的婚礼上 玛丽在安妮的推荐下 认识了她的一个表弟 长得英俊又绅士的男人 很快就俘获了公主的心 俩人的感情也在相处中 变得越来越亲密无间 随着两国联姻的破裂 公爵也被遣送回国了 得到消息的玛丽不敢置信 得知这是父亲的安排后 她立即摇着头说没关系 内心的悲伤谁也不知道 其次便是亨利的走狗们 他们一听国王要换老婆 纷纷行动起来准备塞人 一次平平无奇的舞会上 一个青春靓丽的火辣少女 闯进了亨利巴士的视野 她仿佛看见了安妮柏林 她也是这样的活力魅活 经过一番细致的打听后 果真是安妮的远防表情 这下亨利是直接看待了 情不自禁地跟侍卫说道 带她来书房见我 别看凯瑟林小小的年纪 却深谙男人的花心本性 从见面开始的每个动作 都是她精心设计好的 亨利十分满意她的表现 从手上摘下一颗戒指 就开始卖弄学识和财富 然后又将她递给女孩 要她摸一摸感受一下 没想到女孩比她玩得滑 火辣辣的动作撩的亨利 这个年近五十的老男人 不停地吞咽着口水 感觉自己一下变年轻了 这才是她想要的王后人选 于是亨利不停催促大臣们 尽快找到解除婚姻的漏洞 这天走狗带来了新消息 出于对外交的考虑 亨利没有直接下狠手 而是把俩人的夫妻关系 更改成表兄妹的关系 并每年都支付给安妮 一笔巨额的赡养费 确保她下半辈子衣食无忧 安妮想了想前几任的结果 欣然接受了前夫的安排 而她也因为长得太丑 成为亨利的六任老婆中 唯一得善终老死的女人 解决完碍眼的家伙后 男人就迫不及待的 命人给凯瑟琳送珠宝 俩人也因此勾搭在一起 开启了相差三十岁的婚姻 他们每日私混在一起 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 用来纪念简西魔的无双宫 也成了她讨好小娇妻的礼物 不知道她在午夜梦回的时候 是否还能想起她对简的承默 而她现在的心肩宠 真的像她看见的那般 是个纯真无辜的女孩吗 她又会将她的王宫 绞成一副什么样子呢 国王的小娇妻天真可爱 最喜欢在水坑里踩泥巴 看着她提着裙摆颠脚尖 小心翼翼走过来的样子 即便身上都沾满了污渍 邋遢的像村里的流浪汉 亨利依旧满脸的宠一笑 展开双臂将她拥入怀中 并亲自递上清脆的苹果 嘱咐她早点回去换衣服 陪自己一起去见议员们 随后便发出爽朗的笑声 亨利喜欢她的这份活力 仿佛自己也找回了青春 从此她化身为炫奇狂魔 送给了自己的新欢 凯瑟琳一跃成了全伦敦 第一富裕和尊贵的女性 亨利为她做的不止如此 常常领着她一起秀恩爱 毫不掩饰她的偏爱之情 与毕后又来了深情一吻 向全世界宣告她的地位 丝绸珠宝也像流水似的 一波接一波地送给女孩 侍女凯瑟琳乌鸡变凤凰 过上了纸醉惊迷的生活 整日沉迷在奢靡享乐中 为保持长生不衰的恩宠 她也变着花样讨好亨利 充满挑逗的夫妻皮影戏 和魅惑十足的美女跳舞 让男人的身心得到满足 更加掏心掏肺地宠爱她 计划带着爱妻出宫巡游 凯瑟琳得知她的安排后 兴致勃勃地去收拾行李 喜欢的鞋子珠宝和裙子 全都递给侍卫装箱带走 她像花蝴蝶般忙碌的时候 亨利又带来了巨大的惊喜 在儿女面前承认她的存在 并主动将她介绍给爱德华 看着弯腰对她鞠躬的男孩 凯瑟琳激动得快要落泪了 来自伊丽莎白公主的讨好 更是让她稳住了惶恐不安 从此以后她的地位稳妥了 然而她成为英格兰的王后 并不总是那样的顺风顺水 在女人最快乐得意的时候 糟心事是一桩接一桩的来 首先是亨利长女玛丽公主 一点也不把她放在眼里 当她以继母身份要求玛丽 给自己行叩拜之礼的时候 与她年纪相差无几的公主 直接挟视屈膝告别离开了 眼神中流露的全都是不屑 其次是她过去的好友来了 作为一起长大的亲密好友 她知道她过去所有的秘密 不仅粗鄙不堪还行为放荡 无论她的哪件事单拎出来 都是欺君足以砍头的大罪 为了保住秘密不被说出去 凯瑟琳恶狠狠地威胁好友 如果敢透露半句不好的话 她将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 甚至挽起了最幼稚的拉钩 对天发誓永远不泄露秘密 所有事情都在她的掌控内发生 一年一度欢庆的圣诞节又到了 没想到最爱她的亨利拖了后腿 她因为愧疚心邀请了前任王后 看着款款而来端庄无比的女人 不仅得到了亨利大臣们的尊敬 连一向高傲有原则的玛丽公主 也态度友好的跟她打招呼聊天 凯瑟琳内心的极度膨胀爆发了 但她不敢公然违抗亨利的安排 只得假模假样地欢迎她的到来 结束在人前虚伪做作的表演后 凯瑟琳气冲冲地找到玛丽公主 要求她向对待安妮那般对自己 玛丽的话狠狠地羞辱了凯瑟琳 就差指着鼻子骂她行为放荡了 女人被她气得直接失去了理智 恶狠狠动用英格兰王后的权威 要将玛丽公主逐出公辩私生女 并且男人心满意足的叹息中 娇憨地靠在她身上吹耳边风 暗磋磋地挑拨离间妇女关系 减息魔妃大力气修复的关系 在她的努力下又出现了裂缝 但凯瑟琳真的会拿捏男人心 刚做完一件讨人厌的坏事后 又显露出天真无邪的纯真样 深夜里突如其来的朦胧细语 再一次蛊惑了男人的疑心病 并收获另外一个男人的清心 洁白的脚丫子踩在漆黑的路上 一袭白衣的王后宛若雨夜精灵 爽朗的笑声撩动窗边男人的心 他们透过薄薄的玻璃嗤嗤望着 独占美好的霸道想法侵蚀理智 亨利的近身侍卫也为王后沉沦 渐渐地将目光都落在她的身上 看着她和国王亲密无间的样子 内心燃烧着熊熊的渡火和欲望 但她知道国王的女人不能去碰 只能寻找其他的途径发泄火气 当第一缕晨光穿透薄屋的时候 他骑马领着几位清静的骑士团 朝着郊野静秘美好的庄园去了 正在劳作投尾羁压的乡间大婶 听到动静后赶紧擦手迎了上去 不曾想等待他的近视无情凌辱 这群穿着人母狗样的绅士骑士 高高在上朝着他的自爆家门后 三三两两地从马背上翻身而下 不顾大婶的意愿朝她不停逼近 女人为保住清白激烈地反抗着 却被恶劣的男人狠狠甩了巴掌 她想要逃去无处可逃被带住了 事后他们竟放肆地在河中沐浴 丝毫不怕事情被揭发后受惩罚 面对找上门求宫廷的大婶丈夫 他们对她不仅极尽言语地侮辱 还不耐烦地了解了农夫的生命 嚣张的神情中除了不屑还是不屑 这次野外循环依旧没让她满足 回去王宫后就勾搭上了新对象 她也是凯瑟琳王后的贴身侍女 为了能获得女神的第一手消息 她使出喝奶的敬哄她心花怒放 主动帮着男人打听王后的过去 王后闺蜜在关切的话中妥协了 一五一时交代了凯瑟琳的过往 是如何放荡周旋在贵族身边的 他们带她是如何的亲密四夫妻 都通过侍女的嘴地到侍卫耳中 跌落神坛的白月光给了她自信 侍卫的目光开始变得肆无忌惮 在所有的公众场合都盯着王后 甚至趁着亨利因病早退的时候 大胆上前邀请凯瑟琳王后供务 猖狂的举动让现场的大家生意 唯独腿急又复发的亨利不知情 她生怕自己因病冷落了凯瑟琳 总是派侍卫帮自己送礼讨好她 频繁的接触很难不令人变熟悉 日见苍老心有余力不足的亨利 也很难满足精力十足的凯瑟琳 何况国王因病十几天没出现了 独守空房的王后经常夜不能累 思念着男人带给她的欢愉温暖 这天寂寞难耐的凯瑟琳 偶然被窗外的热闹吸引 她助力窗前眺望的时候 却为了一个男人而心动 她也心电感应式地抬头 和女神的隔窗四目相对 她读懂了她眼中的情谊 只是身份她无法靠近她 又是为国王送礼的机会 王后收下礼物发出质疑 男人故意不给她说真相 只向冷冰冰的机器道歉 任由女神独自猜测乱想 只是那双多情呆板的眼 却悄悄描向一侧的侍女 然后又深情地表白中心 她愿永远追随她的脚步 成为伴她左右的一道光 无论是多么绝情的女人 听了她的表白都会动容 等侍卫告辞离开寝室后 侍女和闺蜜也做了眼神交流 闺蜜不动声色地走到她身后 开始为侍卫表白说动听的话 让原本沉浸在悲伤中的女人 震惊回头忘记了悲伤的理由 一席话扰乱了本就凌乱的心 次日一同烤火的侍女更给力 他想要你讨论 尴尬 他不可以 这不可能 就像那些人 晚上来到你 他就给我一样 一个秘密 没有人必须知道 不得不说 侍女的话令她心动了 只要国王不知道 那她就能夜夜升歌 凯瑟琳盯着手中的骑士牌 经过数秒的严谨思考后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抉择 当天的深夜 闺蜜就打着火把 带来了她日思夜响的男人 在侍女的推不住篮下 王后和侍卫有了私情 趁着亨利身体不舒服 俩人度过了完美一夜 此后也常常待在一起 就在他们望我放肆时 亨利摆脱了病痛折磨 恢复健康的第一件事 就是盛装打扮见爱人 看着自娱自乐的女人 亨利有一瞬间的不快 在俩人的烛光晚餐中 开启了一轮阴阳怪气 但凯瑟琳的情伤很高 三言两语逗笑了男人 当下就受封她的叔叔 因格兰加德骑士勋位 真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家族也跟着她沾光了 看着妻子明媚的微笑 亨利起身离开了位子 亲自摘下手中的戒指 戴到了凯瑟琳的指尖 昂贵的宝石意义生辉 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国王的催生虽迟淡倒 凯瑟琳因此坠坠不安 一见亨利转身离开后 他就和侍卫眉来眼去 俩人又找到机会四摸 他想要趁机怀上孩子 这一场扎眼的一幕幕 落在了王后是女眼中 越看她的极度越旺盛 不知何时会彻底爆发 然而她的努力白费了 凯瑟琳迟迟没有怀孕 为了稳住老男人的心 这天凯瑟琳跑着跳着 冲进了亨利的议事厅 打断了正进行的会议 简短的一句话抚平了 亨利喷射而出的怒火 他瞬间化身成了暖男 生怕吓到了他的甜心 然后苦口婆心地劝他 千万千万不要太兴奋 乖乖回房躺着去保胎 等他把身体养好之后 他就带他去全国旅行 为了让他有好的心情 亨利总陪他花园散步 但他期盼的老年得子 不过是凯瑟琳的谎言 面对把他捧在手心的男人 女人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从天堂坠入地狱的感觉 也没有这一刻那么糟糕 亨利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来到前妻安妮家里寻安慰 他和安妮一起玩扑克 没有权利的尔虞我诈 没有女人的娇成贪婪 仿佛是平常的夫妻般 正常地玩乐嬉笑聊天 感受着这简单的幸福 看着端庄贴心的女人 她知道自己看走眼了 亨利握住了安妮的手 两人的氛围变得暧昧 此时凯瑟琳也没闲着 从亨利激烈的反应中 明白了她存在的意义 不过是生子的工具罢了 悲伤难以自艺的女人 哭着给秦郎写信哭诉 沉浸在自我世界中的女人 殊不知就是这一封告白信 将自己推进万劫不复之境 收到心上人情书的侍卫 马不停蹄地赶到她寝室 身体力行地安慰凯瑟琳 但凯瑟琳跟恋爱恼的女人不一样 她深知友情饮水宝是骗人的 所有的爱情都逃不掉面包的支持 她为了保住至高无上的荣华富贵 必须讨好亨利重新获得她的恩宠 亨利听着凯瑟琳异常坚定的沉默 眼眶中一瞬间溢满了感动的泪花 手足无措地转身离开准备去旅行 她相信在大好河山的沐浴下 他们很快就会有新的孩子 女人的心不在她身上 在长长的旅行队伍中 她满心满眼的是侍卫 抵达住所的第一件事 凯瑟琳就是探索地形 寻找最佳的优惠路线 深夜亨利处理政务时 女人在床上翘首一盼 迟迟等不到侍卫到来 凯瑟琳就从床上爬起 来到烛光下梳妆打扮 只想用最完美的状态 来迎接她的白马王子 听得国王就寝的消息后 侍女们也分工合作起来 一人上前帮王后脱衣裳 一人则悄悄地溜了出去 领着男人从昏暗的走道 避开禁止巡逻的侍卫们 成功进入凯瑟琳的寝室 费尽心思才见面的情侣 望着彼此深情地对视着 舍不得打破难得的美好 侍女们拾去地告别离开 留给小情侣独处的空间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事 有一天静以这样的形式 被人揭穿后推上断头台 王后把脑袋贴在电头幕上 提前预演上断头台的流程 然而哪怕做足了心理准备 凯瑟琳依旧吓得瑟瑟发抖 顺着裤腿渗透木板的液体 直观地表达了女人的恐惧 说完这句话后她战胜恐惧 从容地跪在地上抬头望天 等待死神砍下那命运之腹 与此同时的亨利正在疗伤 召来无数风格各异的美女 陪她玩乐望却被背叛得痛 回想起俩人刚认识的岁月 撒得狗粮都喂饱了大臣们 如今还是走到了这种境地 杀妻狂魔的名声甚嚣尘尘上 但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是凯瑟琳幼时的初恋情人 趁着亨利忙活正是没时间 王后和侍卫放肆地交往着 即使是在公爵敬酒的时候 她的眼神也落在侍卫身上 顺遂的生活总会被人打破 那日她和侍女在公园散步 岁月静好的说着些小玩笑 从不远处骑马走来的背影 让凯瑟琳的侍女变了脸色 男人此行的目的毫不意外 就是以飞黄腾达的凯瑟琳 她威胁王后必须给她工作 否则就把她的国王捅出去 凯瑟琳为了安抚住前男友 不得不妥协将她收作侍卫 但为了不引起亨利的怀疑 凯瑟琳亲自汇报了这件事 不过新欢和旧爱共聚一堂 加上王后毫不掩饰的行为 萤火自焚不过是迟早的事 这天她又和侍卫待在一起 侍女躲门外看见后度火中烧 想要揭发的想法愈发强烈了 不过她的计划被国王打断了 亨利被苏格兰国王放鸽子了 把她气得摔了苏格兰的礼物 正当她无比暴躁跳脚的时候 侍卫送来了晴天霹雳的消息 国王唯一的儿子爱德华病危 侍卫的话都还没有全部落地 亨利就急匆匆地赶回了王宫 看着躺床上奄奄一息的儿子 男人紧绷着的神经彻底垮了 儿子去世比弯了她的心难受 玛丽公主也跪在上帝前祷告 祈求弟弟能够早日恢复健康 唯独凯瑟琳是个没心没肺的 还在惦记着和侍卫相亲相爱 万幸的是 爱德华中世战胜了病毒 从昏睡中清醒了过来 看着床边憔悴的父亲 他缓缓伸出小小的手 轻轻抚摸着他的黑发 亨利被惊醒后没有说话 直到确认爱德华退烧后 他才欣喜若狂地喊来人 同时进行的 还有凯瑟琳的加冕礼 侍女也抓住了机会 秘名写了风举报信 详细交代了王后的所作所为 亨利看完信件的内容后 无法相信王后会如此放荡 于是下令严查造谣声势的人 为了显示自己是公平公正的 亨利还派侍卫软禁了凯瑟琳 然而事实总是如此打人的脸 经过密不透风的审讯后 凯瑟琳的闺蜜兼侍女妥协了 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凯瑟琳还在公爵家做侍女时 确实和好几个男人私交甚密 但唯一和他发生关系的人 就是他现在的贴身侍卫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真相浮出水面 面对大臣们的言行逼供 凯瑟琳的前男友哭着喊着 爆出了王室的惊天大瓜 王后不仅婚前放荡不堪 结婚后也对婚姻不忠诚 与凯瑟琳有染的那个人 就是国王的晋身侍卫卡尔 大臣得到他的口供之后 立即去搜查卡尔的房间 发现了凯瑟琳署名的情书 这下人证悟症都确凿无疑 亨利不想相信也得接受了 但他无法接受自己眼光不醒 又将责任推到大臣们的身上 天子一怒服饰百万流血千里 和凯瑟琳发生过关系的男人 都被压上断头台处以急刑了 在他们被压着赴死的那一天 凯瑟琳在教堂中癫狂地起舞 送他们走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大臣领旨宣读了王后的处罚 婚前生活不检点 婚后与他人够合 淫乱王室血脉的女人 同样被判处了死刑 至此亨利的第五任王后 也在历史上画下句号 经此一难 亨利选妻的标准 不再以生子为重 而是要端庄大气之力 他不停举办宫廷舞会 物色合适的王后人选 这天他看上了一个女人 公爵夫人即将要成为寡妇 女人刚死了丈夫成为寡妇 穿一身校服就被国王求婚 俩人在教堂仓促完成婚礼 亨利跟娶前五任老婆一样 深情地为她戴上结婚戒指 进行浪漫烛光晚餐的时候 她展现了成熟女人的魅力 主动提出三个妓子的教育 她想要把孩子们带在身边 亲自照料给予母爱的关怀 她的体贴让亨利感到温暖 很快就答应了王后的请求 第二日便安排见了爱德华 她看着长得可爱的小正太 不由自主地屈膝蹲了下来 以平等的身份和王子对视 红唇亲启说的话也很温柔 一句话抚慰了王子的不安 王后的不同之处还有贤惠 那日亨利的腿伤又复发了 她像往常那般躲房里疗伤 但凯瑟琳不向前人不懂事 而是跟着侍卫追进了房间 男人不愿让妻子看见脆弱 伸手阻止女人去窥探伤口 但凯瑟琳露出称怪的眼神 坚持掀开了被浸透的纱布 一边亲身安抚一边坐下来 又接过侍卫递给她的药膏 在亨利大半辈子的岁月中 首次得到亲近之人的照顾 霸道的安排预贴了她的心 王后立马成了最信任的人 在女人事无巨细的照料下 亨利的腿伤很快得到遏制 此时英国和法国爆发战争 亨利为鼓舞军心赢得胜利 决定亲自率兵去战场前线 关于宫中大大小小的事务 亨利全权授予凯瑟琳处理 直接越过大臣担任摄政王 做好所有的部署安排之后 亨利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踏上了去前线征战的道路 然而她现在最最信赖的人 真实身份却是一个异教徒 凯瑟琳她趁着摄政的机会 聘用了同为异教徒的神父 来担任孩子们的私人牧师 试探前一默化改变其信仰 以此推动自己信仰的心圣 然后又以瘟疫盛行的借口 将小王子接到她身边照顾 牢牢地掌控爱德华的教育 试图将她培养成一名傀儡 玛丽将她的行为看在眼里 想做些什么却是无能为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弟弟 在异教徒的手中抚养长大 然而一件事让她做出改变 经过十分艰难的奋勇抗战 亨利率领的军队赢得胜利 拿回了布洛涅城池的钥匙 得意洋洋地率着部队回归 凯瑟琳也率着重大臣们 亲自来到郊外迎接他们 但在居民同乐的氛围中 西班牙的大使告老还乡 他为国偶心沥血一辈子 如今年事已高病痛缠身 也应该回国安享晚年了 面对原配国家的支持者 亨利恨不得她早日离开 轻松地答应了她的请求 玛丽公主不是这样想的 大使一路陪伴着她长大 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 所有的一切都有迹可循 连谨剩的温暖也抓不住 也怪不得玛丽公主日后 成为凶民在外的血腥玛丽 而刚刚结束庆典的亨利 独自夺起来欣赏战利品 年事已高加上太兴奋了 亨利不幸摔在地上晕倒 等她再度清醒后也成了 皮肤发皱头发苍白的老头 拿着老花镜认真看文件的老头 就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杀气狂魔 如今早已退去风华止于下衰败 逗大的字也需借助眼镜才看清 亨利明白身体发出的危险信号 召唤了给父亲画过一项的画石 进宫也为自己画一幅伟岸的画 留给后世的子孙和百姓们瞻仰 然而老太隆中病态明显的国王 画石怎么也画不出伟岸的要求 当他重新端坐椅子画像的时候 却因为精力不计开始回光返照 恍惚间他见了原配妻子凯瑟琳 他穿着去世时穿的那套黑衣服 不停责怪他没有尽父亲的职责 然后眨眼又从他的世界中消失 我想应该是将死的亨利愧疚了 他一直都知道自己为一己私利 故意无视女儿耽搁了他的未来 曾经像野草般长大的玛丽公主 因原生家庭的缺陷变得心狠手辣 特别是得知西班牙大使去世后 再也没有人能压制他心中的血腥 玛丽召集了宫中仅剩的天主教徒 暗中给同类们授意言查一教徒 该举措与亨利的想法不谋而合 他同样为了统一信仰大开杀戒 一时间伦敦城内外都风声鹤唳 很快查封了一处异教徒的场所 组织者被侍卫逮捕后严刑拷打 只为了审问初备后支持的首脑 然而他宁死不去不愿出卖同伴 气得亨利杀鸡锦侯锦是其他人 被酷刑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女人 被侍卫们抬到广场绑在木桩上 紧接着点燃了身下的内斗柴火 熊熊烈焰吞噬了异教徒的生命 也在围观的百姓心中留下疤痕 在惨绝人寰的酷刑结束后 隐藏其后的凯瑟琳还是暴露了 通过在刑场买通柜子手的侍女 侍卫们顺藤摸瓜查到了新王后 得到寿命后的神父撰写逮捕令 寻找时机下令抓捕王后凯瑟琳 凯瑟琳也是手眼通天的女强人 夜里就弄到了神父血的逮捕令 一时间竟难过的痛哭流涕起来 哭声惊动了房门外的国王亨利 面对丈夫看似贴心的询问关顾 凯瑟琳没有直接坦白心中所想 而是顶着张哭的梨花待雨的脸 跟她哭诉是不是变心不爱她了 柔软永远是一个女人的必杀技 亨利立马跟凯瑟琳承诺 只要不做对不起她的事 她永远不会厌倦舍弃她 等凯瑟琳离开她的书房后 负责逮捕的大臣立即请示 王果真是出而反而的生物 男人的话只能挑着听一半 然而杀心溅起的亨利都夺 第二日又改变了她的心意 她召见了陪自己走过风雨 始终忠诚她的好友查尔斯 却发现好友已经病入膏肓 苍白的好似随时会离开她 俩老头的会面结束后 返回家中的查尔斯 果然与世长词 生命的无常 令冷酷一声的男人心软了 她撤销对凯瑟琳的逮捕令 要求她抚养她的儿子长大 将儿子爱德华安排妥当后 她感知到生命的进度条 已经走到了尽头 于是叫来自己的亲女 交代最后的遗言 只是谈话的主题 依旧是她的宝贝儿子 得到妻女的点头承诺后 亨利总算是了无牵挂了 她赶走了所有的大臣 独自享受生命最后的时光 端着酒杯回头的时候 又看到了她的妻子安妮柏林 她恨她如此污蔑她的清白 让自己年纪轻轻无辜惨死 心虚的亨利无言面对妻子 唯有痛苦后悔的流泪哭泣 待她回头看她的时候 安妮已消失不见了 心疲力竭的亨利来到堂椅上 又看见了白月光剪心魔 亨利再见最爱的女人 雀跃得像十几岁的毛头小子 但简却开口责怪她 亨利闻严幅强痛哭流涕 他无法接受唯一的儿子 也是个早妖的命 就是在这样的遗憾中 亨利渐渐没了气息 他疯狂求子的一生 就这样落下帷幕 而王子爱德华 也如他的母亲所言 年仅十六岁就早妖 王朝落入了姐姐玛丽手中 开启了血腥玛丽的时代 等待一会做出最后的判决 迎卵王室血脉的冷宫王后 已经失去了辩解的权利 所有人一致通过判处死刑 就这样 安妮因为她的野心 害死了自己的弟弟 还有自己年轻的一条命 唯有远离宫廷的玛丽 获得生的机会和安稳的生活 而安妮留下的红发女孩 成了英格兰举世无双的女王 非我族类 其心必毅 是玛丽一世信奉的教条 秉持着这样的治国理念 伦敦城成了炼狱的存在 异教徒被逮捕踢去头发 露出头上血淋淋的皮肤 然后拴着铁锁链拉上街 穿过长长的拥挤的人流 压到菜市场的审判台上 又推到高高的柴火垛里 举起一把燃烧着的火把 小火苗瞬间汇聚成烈焰 吞噬了异教徒们的生命 台下旁观的人欢呼叫好 恨恨地又添了几把木柴 这是玛丽尚未后的常态 因火烧三百多的异教徒 被后世成为血腥玛丽 造成她血腥暴力的原因 是花心无良的父亲亨利 玛丽童年因尊贵的身份 即因惜万千宠爱于一身 可因为母亲生不出儿子 父亲性情大变异常无情 不惜改信心教抛弃母亲 她也从高高在上的公主 被贬低沦落成了私生女 受到新王后的羞辱虐待 这些遭遇她都能够忍受 更令她感到伤心绝望的 是无法见到母亲凯瑟琳 狠心父亲甚至不允许她 赶去见母亲的最后一面 这成了玛丽最大的遗憾 母亲在身边陪伴的岁月 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新教这个改变命运的桥梁 成了玛丽挥之不去的噩梦 于是37岁的玛丽公主 在教皇和教徒们的支持下 发动政变拉茧 格雷下台 正式登基加冕为英国女王 玛丽为了稳固自己的王位 嫁给了小自己11岁的王子 是个十分虔诚的天主教徒 然而俩人感情不好 巨少力多 她迟迟没生下王子巩固地位 玛丽的侍女是诺福克的眼线 她跟公爵汇报了女王的消息 她明明已经绝经肚子却大了 国王也好几个月没和她同房 侍女的话引起了公爵的警惕 铁腕手段下的时局动荡不安 新教徒们随时可能进行反扑 拥戴她的妹妹伊丽莎白为王 于是她和其他大臣们商议后 极力劝说女王处死伊丽莎白 于是玛丽下令逮捕伊丽莎白 沉浸恋爱中的女孩还不知道 自己即将被姐姐关押伦敦塔 她享受着在草地跳舞的惬意 不适合帅气的勋爵谈情说爱 如此生活岂不令人艳羡叹在 正当俩人全情投入其中之时 女王的骑兵气势汹汹抵达了 他们没有给公主解释的机会 直接以叛国罪的名义逮捕她 她乘坐小船穿过幽暗的河道 随着那扇黑色的大铁门关上 伊丽莎白似是难逃死的命运 看着将她团团围住审判的人 女孩被吓得紧紧蜷缩成一团 因为安妮柏林去世的时候 伊丽莎白还是不懂事的小孩 因此她无法理解姐姐的执着 然而她踏进关押房间的同时 王宫中的玛丽精神出了问题 期盼已久的怀孕其实是肿瘤 丈夫也因此远离了她的身边 身心皆遭受打击的玛丽女王 似是预料到她所剩十日不多 立即下令召了妹妹前来请宫 机敏的伊丽莎白抓住机会 立即跪地跟姐姐表明忠心 玛丽此时需要的是倾听者 她听不进伊丽莎白的解释 抓狂地从网椅上站了起来 自顾自地发泄自己的不满 然后又指着桌子上的文件 说只要她签下那份死刑令 伊丽莎白肯定就必死无疑 玛丽又怎会不知最终结果 她也不忍伤害唯一的妹妹 她的目的其实也无比单纯 只是希望妹妹能在她死后 坚持天主教的政策不改变 但伊丽莎白有自己的信仰 她没有正面回答姐姐的话 只是承诺按她的良心行事 伊丽莎白的生命得到保障 却失去了自由活动的机会 但她的支持者却闻风而动 流放国外的纷纷返回国家 等候机会推举自己人上位 姐妹会谈不久之后 玛丽的身体急剧恶化 全是滔天的诺福克公爵 趁机逼迫女王签下判决书 借此机会处死强敌伊丽莎白 但病榻上的玛丽保留了理智 自己没有子嗣可以继承王位 妹妹是都督王朝唯一的机会 于是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也没有签下自己的名字 丧中响彻伦敦城的上空 英格兰的守卫女王去世了 象征王权的戒指被摘下 快马加鞭送到公主的府邸 伊丽莎白接过王权的大棒 女人穿一身金黄的加冕服 青采在鲜艳似火的地毯上 缓缓走向最接近神的地方 充当上帝的信使连接天地 戴上王冠接过宝剑和宝球 目光坚毅地端坐在王椅上 开启了属于她的光辉岁月 用半辈子的时间扭转国运 将衰败的国家打造成强国 她的时代被称为黄金时代 不过刚即位时的伊丽莎白 还是天真向往爱情的女孩 她卸下了繁重的王冠之后 跟同龄女孩一般哈哈大笑 也像心仪的男神眉来眼去 然后一声令下大胆的示爱 挽着勋爵的手跳热辣的舞 夜晚降临不顾侍女的围观 腰来罗伯特共度漫漫长夜 但一切如大臣所说的那样 女王的事不再是个人私事 而是上升到了国家的层面 在极近暧昧的夜晚结束后 女王仍沉溺在温暖的被窝 信使们却在朦胧的晨光中 策马奔驰送来了边境消息 诺福克公爵不顾侍卫阻拦 蛮横强势地闯进女王寝室 苏格兰的玛丽增兵4000人 想要以她出身不正的说法 将英格兰的王位收入囊中 初登政治舞台的稚嫩女王 还不会处理这般棘手的事 草草听从了诺福克的建议 仓促下令出兵收拾苏格兰 但伊丽莎白没意料到的是 她身边群虎环寺内幽外患 被派到上战场的都是孩子 煞时间血流成河死伤无数 只于下一个孩子奄奄一息 当法国士兵准备下杀手时 一声呵斥阻拦了她的动作 女人蹲下为孩子擦去血字 女王被这个消息气得半死 气急败坏地要找大臣商议 结果包括罗伯特在内的人 都若人间蒸发般不见踪迹 她孤立无援地在身攻挤走 最后颓丧无力地跌坐在地 泪眼朦胧地她抬头望见了 不远处的亨利巴士的画像 忏悔愧疚自卑的复杂情绪 向千丝万缕的丝线包裹她 这时默默保护的恶母公爵 悄悄来到伊丽莎白的身后 她说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 这次战争失败的教训在国内 主教们都有恃无恐地反对她 才有孩童被派上战场 正规军躲家里的荒唐 为今之计是解决两派的斗争 使得主教们放下对她的芥蒂 她在野外见到了消失的大臣 带来苏格兰玛丽停战的条件 她必须接受安如公爵的求婚 内外交困的局面令女王头大 未获得喘息的机会她犹豫了 但她还是不愿用婚姻做交易 结果女王刚想拒绝却太晚了 安如公爵已经抵达了英格兰 伊丽莎白只好妥协见她一面 却使得情人罗伯特吃醋离开 女王匆匆追上前试图说服她 俩人发生剧烈争执不欢而散 女王只能把精力放在正式上 统一信仰才是重中之重 在议会正式召开之前 伊丽莎白紧张地练习 并提前派亲信关押了 反对她执政的顽固派 避免他们在会上捣乱 即使做了那么多安排 会议初始依旧乱糟糟的 台下的大臣都七嘴八舌 各顾各的发表不同意见 她根本就没说话的机会 也没有人愿意听她说话 伊丽莎白只好抬高音量 才赢回一丝丝的注意力 并用机敏幽默回击大臣 才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 以微弱的优势赢得投票 然而针对女王的麻烦 总是接踵而至 手摇雨扇的女人掀开薄纱 飘飘然地从里面探出脑袋 却被长满胡子的脸抢了戏 嘴巴一张一臂传出的嗓音 是那样的粗犷充满了野心 女王目瞪口呆看着眼前人 无法相信她就是安如公爵 她强人恶心伸手跟她告别 俩人联姻的事也算告吹了 爽朗的笑声中全都是苦涩 为了实现两国交好的目的 她还得咽下不满陪她游船 在看似一片祥和的河面上 人与船灯和倒影齐了融融 必服国泰民安的富强景象 伊丽莎白兄中的玉气散去 露出了今晚的第一个微笑 然而危险悄然降临她身边 一只长剑朝着她凌空而来 在侍女的惊呼声中射中人 鲜血喷在流光溢彩的沙上 留下了一道一道刺眼的红 而侥幸捡回一条命的女王 被吓得瑟瑟发抖湿了魂魄 猝然而至的意外也吓得了 那群兢兢业业尽忠忠的大臣 担心她遭意外后没继承人 威廉爵士苦口婆心地劝解 早日嫁人结婚生下继承人 女王的固执也惹恼了大臣 她口不择言地说出了真相 她喜欢的罗伯特早结婚了 伊丽莎白闻言如遭雷击 跌坐在凳上没了精气神 流言蜚语瞬间传遍王宫 大家都对男人指指点点 罗伯特奇怪地游走其中 盈盈感到了阴谋的味道 但伊丽莎白人放不下她 控制不住地邀请她共舞 只是和男人接触越密切 她就越无法接受被欺骗 然后愤愤地离开了会场 或许有迁怒的成分存在 也是女王面对层层置骨 最无力又最有力的宣言 失宠的罗伯特为挽回女王 她在西班牙大使的游说下 决定剑走偏锋和他们合作 只要她帮忙说服伊丽莎白 能接受西班牙公爵的求婚 他们就会帮助她重获恩宠 为了获得罗伯特的信任 她还提供了特别的机密 原来是统一信仰惹祸了 罗马教皇为了拨乱反正 决心和诺福克公爵联手 除伊丽莎白推玛丽上位 暗藏的杀手已抵达王宫 就在俩人谈话的时间里 爱美的侍女站在镜子前 不停比划着女王的美衣 然后臭美地偷穿在身上 但只过了一刻钟的时间 她就发出痛苦的尖叫声 不一会儿就到地上死了 此时女王也遭遇了状况 她独自走在宫殿大厅时 一名穿黑衣的陌生男子 不顾呵斥朝着女王逼近 眼看就要得逞杀掉她了 拐角处突然来了俩侍女 将黑衣男下得没了踪影 女王看着血肉模糊的人 又听闻是衣服上有剧毒 她明白了侍女是亡死的 他们的目标应该是自己 柔软的心开始变得冷硬 以保护女王安危为己任的恶母公爵 顺藤摸瓜发现是法国人送来的礼物 于是连夜出发抵达法国为女王报仇 而罗伯特始终牢记西班牙大使的话 趁机开始在伊丽莎白面前说她好话 但伊丽莎白不再是之前的傻白甜了 成长起来的女王越来越有手腕 很快就查到了真正的幕后主使 教皇的计划也被摸得一清二楚 他直接下令搜查大臣的家 找到了前进来的神父藏身之地 同时派出女王的清兵绞杀叛徒 原本就全是滔天的诺福克公爵 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女王处理了 但此次行动还是重伤了她的心 伊丽莎白在搜查出来的文件里 看到了罗伯特勋爵的名字 即使她是被人欺骗签下的 还是被女王下令逮捕入狱 一切都归于平静后 伊丽莎白来到监狱 质问为什么背叛她 然而她却以爱之名刑伤害之事 但伊丽莎白最终还是留了她一命 从此女王下决心断情绝爱 永生永世也不再碰爱情 只是爱情这种东西 总是那样难以捉摸 被爱所伤的女王剪断长发 随着乱麻般的绣发落地后 恼人的男欢女爱也湮灭了 然后她又涂上苍白的粉底 盖住脸上好的祸坏的情绪 成为一个彻底的童真女王 当她坚毅地走向王位之时 跪倒在两侧的侍女和大臣 都纷纷抬头敬仰她的君主 伊丽莎白也如她所言那般 把一生都自己奉献给国家 将英国推向新的历史高位 然而她的大臣们没有死心 依旧勤勤恳恳地催她结婚 各国的王公贵子为了地位 也纷纷使出喝奶的净提倾 净每年都能攒一场相亲局 明天又是特色的相亲大会 女王摘下假发泄掉粉底液 露出掩盖起来的真面目后 她眷恋地盯着镜子里的脸 面具戴太久都快忘了自己 原来也会随着年龄变老的 经过一晚上的休养生息后 她在群臣环绕下穿过人海 准备到对面宫殿挑选对象 突然一张怪东西扑了过来 惊得士兵们立即行动起来 准备抓捕捣乱的罪魁祸首 帅气英俊的男人站了出来 她的真实身份是英国海盗 女王不屑地冷哼一声离开 其实内心早已经波涛汹涌 她百无聊赖地看着提亲者 瑞典的王子沙俄的皇太子 奥地利的大公西班牙表弟 年年这些国家都换着人来 伊丽莎白早就失去了兴趣 宁愿看画像也不愿看真人 这是不远处穿来了躁动声 刚刚接边偶遇的帅气海盗 竟然也来到了女王的面前 她此次是表达感激之情的 特地带来了新大陆的特产 土里挖出的脏兮兮的土地 被烤的金黄金黄的干烟草 整箱整箱的金灿灿的金碧 还有远渡重洋而来的土著 伊丽莎白果真被挑起兴趣 眼神中流露出满意的神色 她资助的海盗船可真不错 不仅没吃亏还能往家里带 可西班牙大使就不乐意了 这些战利品全是抢她家的 气得西史臣直接拂袖离开 海盗劳力也瞬间做出了反击 能言善道的海盗取悦了女王 同时对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立即派出贴身侍女去观察她 老套的表演她也看不进去了 时刻关注侍女传回来的信号 显然劳力对贝斯是感兴趣的 但她还是违背本心询问侍女 要怎么做才能赢得女王的心 贝斯对劳力也是一见钟情了 她毫不掩饰地告诉了她诀窍 对女王真诚是唯一的必杀技 天时地利人和同事俱备 海盗劳力摇身一变成了 伊丽莎白女王的座上宾 她沉迷劳力描绘的世界 即使是耽误紧急的证实 她也要听男人讲完才行 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外出 一起迎着风架着马吉池 女王找回了畅快的青春 本该古井无波的那颗心 也开始为这个男人跳动 但想要觅得真爱不容易 伊丽莎白也开始迷惑了 女王甚至开始极度侍女 她已经没年轻和美貌了 海盗和女王交好的消息 对西班牙是极大的不利 再加上两国积攒的矛盾 西班牙大使某天失控了 她痛斥女王分不清轻重 派出海盗袭击她的商船 甚至口不择言冒犯女王 火上浇油激起她的怒火 两国关系迅速降至冰点 西班牙与罗马教皇谋合 发起了英格兰计划 意在推翻伊丽莎白的统治 他们的无敌舰队将在一个月后 穿越英吉利海峡对英格兰宣战 被敌人搞得焦头烂额的女王 不曾想还被身边人给插了一包